第441章,你是不是玩不起?小说,第一序列。作者,会说话的肘子。现代化战争里,用到汽油柴油的地方,真是太多了。没有汽油柴油,坦克,卡车,越野车,这些机械化的设备,全都没法运转。到时候,坦克怎么走?让装甲旅的士兵推着走吗? 所以当这个建议提出来的时候,尖刀连所有人便是眼睛一亮。焦小陈说道,现在我估计宗室的注意已经被我们吸引过来了,在想打144壁垒的注意不太好使,但我们能高速移动作战,完全可以迅速向其他地方移动。张小满感觉自己已经看到了这场战争的曙光。对,若是我们让宗室的机械化部队全都废掉。 那张司令那老小子,就算不给我星云奖章,我都不服。所有人都看向膨胀的张小满,默默无语。张小满摸了摸脸,嗨嗨,膨胀了膨胀了。 这张小满,是部队里典型的混人一个。任小素说道,咱还没把这输油的线路打掉呢?不过既然要离开了,那咱们得带点吃的走。 谁知道,北方还好不好找食物呢?然后找到北方的炼油厂,把这炼油厂给打了。 说做就做,第二天尖刀连便上路了,既然已经用过了蒸汽列车,那任小素也就不再藏着掖肘了。 这场战争里,任小素早就不再保留什么,而是想方设法地让所有能力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挥。 这样才对得起他那颗复仇的决心。上午的时候,早早驾驶蒸汽列车,埋伏在路上,准备打劫运输队的尖刀连正百无聊赖着。 结果还没等到运输队呢?竟然先听到了履带在地面上滚动的声响。 这声音从远方轰隆隆传来,犹如重型盔甲的地面奔腾。 任小素疑惑道,这什么声音? 这特么是坦克。 张小满顿时就惊了。 他拿起望远镜看去,仔细打量着那地平线上刚刚出现的军队。 对,这里怎么会出现机械化部队啊? 他们难道不用在武川山打仗呢? 还是我们的信息太落后了? 战场那边出现了什么变化? 富饶难难道,不会是我们已经溃败了吧? 尖刀连一时间竟沉默下来了。 这种猜测,其实是很有道理的。 毕竟,如果战争没有结束,这种庄甲旅怎么可能忽然出现在这种后方? 而且看样子,这只庄甲旅的兵力保存非常完好啊。 不可能,张小满断然否定道,就算宗室再厉害,咱一百七十八要塞那么多人呢,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溃败了? 这是来打我们的。 噗! 旁边正拿着行军湖喝水的人小素,顿时就忍不住喷了张小满一脸。 张小满擦了擦脸,不乐意道,怎么了? 一只庄甲旅,打我们一只步兵连? 人小素是震惊的,可他也想不出为何这只庄甲旅会出现在这里了,宗室疯了吗? 他们尖刀连不就是打掉了宗室好几个连队,一支运输队,好几名小军官,遛了侦察银两天。 好吧,虽然确实有点过分了,但你也不至于拉庄甲旅过来打我们吧。 至于吗? 嗯? 至于吗? 啊,你是不是玩不起? 咱们现在怎么办? 张小满看向任小素,这还打个屁啊。 任小素说道,这要坦克一发炮弹打在蒸汽列车上,鬼知道有多疼,他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扛住。 撤退撤退,如果这庄甲旅真是来打我们的,那能吸引他们离开正面战场也是咱们大功一见了。 张小满没有惊慌,反而是有些兴奋,咱们这就去北方吧,打练游场去。 宗室指挥部内部刚刚制定好下一步作战计划,之前的计划需要更改,是因为178要塞的部队忽然像是疯了一样对他们进行穷追猛打,给了他们莫大的压力。 原本是双方的试探期,结果这试探期就打得跟决战一样激烈。 这是178要塞部队在为尖刀连争取空间,以免宗室有更多的部队抽调到后方对付他们。 而且,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宗室前线司令宗英一天打三个电话,要求宗悟带着庄甲旅回来,结果宗悟里都没理他,给宗英气得尿都黄了。 上火!他都恨不得给宗悟说,你丢的金子,我给你补,你特么赶紧带庄甲旅回来吧。 此时宗室指挥部的将领们都知道,这宗悟怕是捉住那个夺塌金子的人之后,就要离开宗室了,或者是割据后成为新的财团。 毕竟宗悟手里有一支部队,那是真正可以在乱世里生存的立身之本。 但宗室财团会这么饶过他吗? 之前宗英派两个超凡者去追杀尖刀莲,但这两个超凡者还有个任务,那就是事成之后当即就杀了宗悟,以免庄甲旅被他带走。 而且,这宗悟不杀,宗英以后如何立威?如何向主席团的大佬们交代?宗悟肯定是不会回武川山了,我们还得再想其他办法。 宗英黑着脸说道,结果就在此时,一名作战参谋汇报道,后方那支178要塞的部队忽然一天之内摧毁了三座炼油厂。 宗英腾得一下站了起来,摧毁了什么?炼油厂,不过司令不必着急。 这都是炼菜籽油,食用油的工厂,作战参谋赶紧解释。 宗英忽然送了口气,这特么的178要塞部队摧毁这些工厂干嘛?为了不让咱们吃油?还是说,有别的目的? 一个将领迟疑了一下问道,有没有可能是想摧毁咱们原油炼油厂,结果炸错了? 不可能,宗英冷声否定道,这么一支精锐部队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一定有其他企图,交代下去,好好研究这些炼油厂的关联事物。 那万一真是要摧毁咱们原油炼油厂呢? 将领说道,宗英顿了一下,通知炼油厂加强戒备,驻军提升戒备等级。 这种炼油厂本身都是有驻军的,人小素他们知道能源的重要。 宗室能不知道吗? 而此时,焦小陈正在火车上对着张小满抱怨。 连长,咱要是再找不对地方,咱就放弃吧,宗室肯定有所防范了。 张小满扯着嗓门喊道,这能怪我吗? 啊?当时问刘明哪里有炼油厂的时候,人家刘明老乡直接就告诉咱们了。 当时你们也没有质疑啊,怎么现在怪起我来了? 不怪你,不怪你。 人小素听着这吵闹声,后脑勺都是疼的。 本章完,第442章,飙忽忽的。 小说,第一序列。 作者,会说话的肘子。 愿望是很美好的。 尖道连的想法很简单,不就是要从能源这个角度把宗室的机械化部队给废掉吗? 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们在这人生地不熟,连炼油厂在哪都不知道。 他们找到刘明询问,刘明也很热情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并且保守了秘密。 可当尖刀连在炼油厂里得知,那边是炼菜籽油的工厂时,简直快要窒息了。 一天突袭三次工厂,竟是一个正经的炼油厂都没见到,还把大家累个半死。 人小素只能带着他们,重新回到无人的荒野上,重新计划他们下一步的目标。 突袭炼油厂的计划作废了,毕竟他们已经打了三个炼油厂,就算宗室那边随便猜恐怕也能猜到他们要干什么。 所以,此时真正的原油炼油厂一定有重兵把守了。 那怎么现在怎么办? 焦小陈把他们刚抢来的香油抹在了鱼上,准备烤鱼翅。 其实人小素他们不知道的是,若是昨天一鼓作气,趁着131缕,还没抵达144壁垒的时候,直接开着蒸汽列车去突破壁垒,说不定还真把这东西粮仓给毁了。 毕竟这步兵团兵力都被稀里糊涂打掉一半了,而且团长连着死了三个,副团长也跑路了,下面整个就是群龙无首的状态。 这要真打进去,对方还真未必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卫力量。 可惜他们的信息太落后了,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弄死1237团三的团长了。 那就随便摧毁点工厂好了,建一个毁一个,张小满破关破摔说道,咱们之前也是说,要学庆室嘛,庆室不就是建一个毁一个,听说阳市北方的工业,彻底完蛋了。 咱们能和庆室比吗?人家庆室去的,可是一千多号人,焦小陈翻了个白眼。 这时候,任小素并没有参与尖刀莲的讨论,因为他知道,这是很难讨论出个什么结果。 尖刀莲最好,还是不要有什么计划了,只有这样才会让敌人摸不着他们的规律,才能避免遭遇精心设计的伏击。 而他想的是,也不知道宗诚现在在哪。 之前听说,宗诚是负责宗室大本营的位数工作,罗兰还不屑地说,那是宗室子弟去的地方。 任小素看向张小满,宗室的大本营在哪? 146壁垒啊,距离咱们,这大概400多公里的样子吧。 张小满惊讶道,小素,你不会是想去袭击他们的大本营吧? 咱们这点人可不够,146壁垒那里,现在最少驻扎了一个旅,大本营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不是,任小素摇摇头,我就随便问问。 他自己私存着,一个旅啊,看来只能等178要塞打过来了,不然自己带着尖刀连进去就真的是送死了。 然而就在此时,远方竟然再次传来旅带声,似乎是那只装甲旅的人追过来了。 任小素皱眉,怎么找到我们的? 不知道啊,张小满有点茫然,按说他们今天离开时并未留下什么线索痕迹啊。 先不管这些了,那庄家旅的速度没我们快,离开这里再说。 可正准备离开呢,远处忽然独自走来一个提着刀的年轻人。 他看着,任小素他们朗声笑道,总算找到你们了。 话还没说完呢,张小满这边反应极快,竟是直接开枪扫了过去。 可让人意外的是,那些子弹来到这年轻人面前时,那人面前竟然自动亮起了黄色蜂窝状的光芒,生生将所有子弹都给挡了下来。 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呢?太没有礼貌了。 年轻人摇头笑道,一副淡定自若的样子。 你们之中,应有一位超凡者,叫做徐贤楚霸,是哪位啊? 就在此时,这年轻人身后忽然也亮起黄色的光芒,宛如固若金汤的壁垒。 可是这一次,年轻人惊恶地低头看着自己胸口冒出来的黑色刀尖,还有鼓鼓向外流淌的血液,竟是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任小素收了暗影之门和黑刀纳闷道,这特么谁啊? 那年轻人扑倒在地上,气息已绝。 张小满回答道,大概是宗室的超凡者。 怎么看起来飙乎乎的,不太聪明的样子? 任小素面色一变,当初穿透北湾河时,是有人结过影子的。 所以,大概对方是以此来判断,徐贤楚在他们队伍之中。 绝对不能让这么说下去了,不然搞不好要穿帮。 张小满等人可还没见过影子呢,所以直接下了杀手。 只是任小素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就把对方给杀了。 任小素也知道,超凡者现在的素质,确实良有不齐,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作战经验,有些还挺膨胀的。 杨小锦之前,给他说,中原有个超凡者觉醒之后,立马说要统治整个中原,结果直接被乱枪打死了。 还有说要守护和平的,然后也被弄死了。 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并不是所有人都像王从阳那样,小心翼翼的。 只是,今天遇到的这个,格外蠢啊,也不知道宗室是怎么培养他的。 算了不管他了,转移,我们这位置,可能已经暴露了。 任小素说完,便召唤出蒸汽列车离开,留下那位超凡者的尸体,在荒野上。 尖到连众人连看都没在看他一眼。 只是任小素不知道的是,这位超凡者,也不是平白无故这么嚣张的,因为他被收编宗室的三个月里,宗室甚至拿炮弹测试过他那防御体系的坚固程度,结果他竟是连炮弹都被挡在身外了。 所以这超凡者忽然出现,其实只是,要在庄甲驴赶到之前,拖住他们罢了,换别人,可能还真拖不住尖刀帘。 但让他意外的是,任小素那柄黑刀,似乎还真没有砍不动的东西。 宫殿说,它是最锋利的,那就一点假化成分都没有,绝对最锋利,没有之一。 然后超凡者就跪了,任小素他们再次乘坐蒸汽列车远走,后面宗悟见,再次被任小素他们跑掉,气得破口大骂。 不都说他是很厉害的超凡者吗?怎么拖一会儿都拖不住? 废物!宗悟说完,便看向身边另一个超凡者。 你不会也这么废物吧?那超凡者眼皮子跳了跳,我肯定比他强,但我擅长的是寻找其他超凡者,不是战斗。 我为宗士找到了这么多的超凡者。宗悟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行了知道了,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我这能力一天只能用三次,今年的三次已经用完了,而且范围不能超过方圆一百公里,还说自己不是废物。 这会儿,宗悟惦记自己的金子已经急眼了,哪还有心思对这超凡者客气? 这位超凡者一听这话就有点恼了,他也没说自己心中剩下的疑惑。 在他感知中,对方明明只有一个超凡者,为何大家都说是两个甚至三个? 这也太奇怪了吧? 本章完。 第443章 帮助解惑的副团长 小说第一序列 作者会说话的肘子 任小肃他们在蒸汽列车讨论着 张小满疑惑道 这庄家旅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不知道 是不是咱们今天摧毁工厂后 顺出来的东西 上面有定位仪器什么的? 焦小辰问道 不会 咱们当时就拿了点香油 别的啥也没拿啊 那里 也没值钱东西 张小满对所有人说道 你们没拿什么东西吧? 没有 战士们都摇摇头 行军打仗期间 咱哪会干这种坑战友的事 绝对不会偷摸藏东西的 那该不会 室友内奸吧? 张小满骂骂咧咧说道 谁是内奸? 我给你个机会 自己站出来啊 我看你才像是个内奸 对 我也觉得 连长相内奸 好好的讨论会 忽然就变成乱糟糟的模样了 任小肃平静道 肯定不是内奸的问题 应该是有相关能力的超凡者吧 宗室如此重视我们 连庄家旅都派来了 没道理 只派一个超凡者 肯定还有其他的 如果有内奸 那么北湾河和强湾山 就不会打得那么轻松 144壁垒的步兵团 也不会拿他们尖刀连 毫无办法 何况尖刀连向来阵亡率 极高 送个间谍到尖刀连 基本上等于白给 上了前线一炮就轰死了 就算宗室的情报负责人 再弱智 也不会把间谍 被安插在尖刀连啊 没啥价值 还容易死 也就是人小素来了 才让尖刀连 忽然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 人小素猜测 是超凡者所为 毕竟如今超凡者之神奇 常人很难揣测 如果这庄家旅 总是能找到我们 那该怎么办 焦小诚问道 甩不掉的话 也很恶心啊 想想 要是老有一支 四千多人的机械化部队 跟在身后 不知道啥时候 就能追上自己 想想还是挺慌的 这超凡者 肯定也是凭借什么东西 才能找到我们的吧 人小素皱眉思考 就算是超凡者 也不可能全知全能 想找谁就找谁 肯定是有条件的 例如 影子的操控极限距离是一公里 再例如 半影之门的开启距离 也是一公里 他不信对方超凡者 没有这个距离限制 事实上 那位擅长寻找 其他超凡者的选手 确实为宗室立下大功了 例如庆诊这样的人 身边也不过三个超凡者 之前为他挡具机枪死掉的一个 算是四个 不是说庆室境内没有超凡者了 但像王从阳 徐贤楚这两人一样 都在庆室境内生活 却低调地隐藏着自己 并不愿意给谁卖领 所以 超凡者还是有的 人小素感觉 一个财团境内 少说也有两位数的超凡者 只是没人把他们找出来而已 而宗室这边不一样了 例如人小素他们见到的那个 有点标乎乎的超凡者 还有之前被杨小锦杀死的 韩阳也是 都是被这个能够感知 其他超凡者 存在的人给找出来的 强行征兆进入宗室军方 当然 宗室也没有苛待他们 都是极好的待遇供着 并服以洗脑工作 而这个能寻找其他超凡者的超凡者太重要了 这次光是用来保护他的部队 就有一个侦察帘 这只侦察帘只负责保护他 不用干别的事情 此时人小素想了想 便干脆全速行驶蒸汽列车 向远离宗室地盘的边缘开去 想试试能不能依靠距离 摆脱这只装甲旅 只是路上走了很久之后 人小素忽然看到 前方一辆越野车 正在向东行驶着 因为道路不好的缘故 越野车开得并不快 咦 这里怎么会有一辆越野车啊 张小满好奇道 这偏僻的地方 也没什么宗室的军事区啊 不知道是谁 焦小辰说道 但肯定是宗室的人 弄死算了 别急别急 人小素皱眉 能坐越野车的 肯定是军官啊 咱们抓住他 看看能不能审讯出来点什么东西 此时 那位1237团的副团长 正独自驾驶越野车 想要逃离宗室地盘 这次跑路 他连老婆都没带 不然带上老婆 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 这会儿他老婆在144壁垒里 指不定怎么骂他呢 但他必须跑 宗室指挥部那边 忽然说让他当团长 可那群178要塞的杀P 专杀团长啊 当然 这位副团长也不是很确定 连死三个团长也可能只是巧合 他很慌 可正跑着呢 他忽然在后视镜里看到了那列快速靠近的蒸汽列车 好了 他确定 对方真的是特么专杀1237团团长 他都跑这么远了 对方竟然还在追 风球了吧 我都说我不当团长了呀 然而 这事还真不算是什么巧合 毕竟副团长想跑 尖刀连也是在逃跑 大家走的都是一条路 这可不就撞上了吗 这蒸汽列车 要是再往前开一百多公里 人小速还能见着李神坛呢 蒸汽列车快速将越野车逼停 这副团长也是果断 他直接下车举起双手 我投降 别杀我 我都说我不当团长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追杀我 我真的不当团长啊 人小速他们下了蒸汽列车 一脸茫然 这老小子说啥呢 什么团长不团长的 张小满用枪指着副团长 慢慢靠近过去 车里还有人没有了 没有了 就我一个人 副团长看着张小满凶神恶煞的样子 都快哭了 此时一百多个人围着他 他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死的呀 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团长怎么了 人小速皱眉问道 副团长也茫然了 你们不是专杀1237团的团长吗 张小满他们面面相去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然后经过这位副团长的详细解释之后 尖到连全体战士内心都同时冒出俩字 卧槽 咱们已经杀三个团长了 娇小臣震惊 任小速默默听着副团长的陈述 整个内心都震惊得无以复加 而副团长看着尖刀连这群人心说 你们这么震惊是怎么回事 咱现在 起码有个星辰勋章到手了吧 富饶嘀咕道 我估摸着星云都有可能了 任小速打断道 先不说别的 宗室内部有没有擅长找人的超凡者 那副团长愣了一下说道 找人 这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有个超凡者 擅长寻找其他超凡者 本章完 第444章 奔袭144壁垒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来到北地宗室这么久了 尖刀连他们虽然打了不少胜仗 但信息匮乏的情况下 依然像是无头苍蝇一样 乱飞乱撞 尖刀连盲目到什么程度呢 大部分时间他们只知道自己是怎么打赢的 却不知道自己打的是谁 也不知道还有谁要过来打自己 而现在 突然抓到个1237团的副团长 让尖刀连他们忽然像是豁然开朗了一样 任小速最关心的 还是询问庄稼吕 为何能找到他们 在副团长这里也找到了答案 原来是可以找其他超凡者的选手 还坑了不少其他的超凡者 你说他搜索的范围只有100公里是吗 是的 之前他还被护送来144壁垒 找出了一个超凡者呢 这是也是我那时候知道的 副团长老老实实地坐在地上接受审讯 旁边傅饶小声问道 我们真的打死了三个团长 对 李明利 宗经 宗汉 这仨人 其中宗汉原本还是北湾河的旅长 傅饶喜出望外 按这副团长所说 那他们尖刀连坐下的事情 可算是大劫了 价值五万块钱的新陈勋章没跑了 这下子 他母亲治病时 欠下的钱就能还上了呀 而张小满看着副团长乐呵呵笑道 要不是遇上你 我都不知道自己这腰牛逼 旁边的焦小尘说道 跟你有多大关系似的 不都是任小苏的功劳吗 张小满瞪着焦小尘就怒了 难怪你 最近身体接涉不少 平常都特么在练习抬杠是吧 焦小尘顿时无语了 这特么都什么跟什么 而那位副团长 此时连个屁都不敢放 生怕惹怒了面前的这群杀屁 就在此时 任小苏忽然问道 之前我们发现有一只庄稼旅 正在追击我们 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就这么点人 不至于出动庄稼旅吧 上面以为你们来了很多人的 副团长小心翼翼地解释道 不过庄稼旅的事情 大概是我逃离之后了 我并不知情 那144壁垒 现在是个什么状况 你们1237团 是什么状况 我逃离之前 1237团已经人心惶惶了 副团长小声说道 整个144壁垒 就升那么点守军 还被你们打没了一半 至于我走之后就不清楚了 但可以猜到 此时144壁垒里面 是没人管理的状态 1237团里的其余几个副手 也是免合心不合 我知道 我们该干什么了 任小苏忽然说道 当天下午 尖刀连带着生无可恋的副团长 一路长途奔袭 144壁垒 此时庄稼旅 应该正向北方追踪他们 而那个超凡者追踪的范围 也不过就是100公里 蒸汽列车早就甩开老远了 事实上 庄稼旅这玩意 听起来唬人 但坦克和庄稼车 在荒野上的行进速度 撑死了不过时速60 要知道 现在大多数坦克 哪怕在平坦公路上的时速极限 也不过是80左右 这种速度 怎么可能跑得过尖刀连 所以 尖刀连现在就必须跟庄稼旅比速度 你不是想来追杀我吗 那你慢慢追着吧 我看你是想屁吃 蒸汽列车 来到144壁垒闸门前 根本无视城墙上守军的机枪扫射 还没等守军来得及调整进防炮的射据 角度 蒸汽列车 便已经撞碎了那城墙闸门 人小素骤然吐出一口血来 但他擦擦血迹 跟没事人一样 看向副团长 梁仓在哪 东边 副团长麻木道 他逃跑 也不光是因为不想当团长 而是担心自己被当作间谍抓起来 毕竟三个团长都死了 就你没事 而且敌人总是能掌握团长行程 你敢说和你这副团长没关系 这特么关系大了呀 战时兴许还不会动他 但战后一定会有人找他秋后算账 副团长知道自己不是间谍 但人小素看着他的眼神仿佛在说 你现在使了 人小素和颜悦色地对副团长说道 你现在就是我们尖刀连的临时编外人员了 一定要好好表现 争取做个对壁垒有用的人 为壁垒争光 副团长心里苦啊 他有心想问问 打掉了144壁垒的粮仓之后 能不能放他离开 可他看着人小素 有意无意指着他的枪口 顿时不敢说话了 这上哪说理去 正如这位副团长所说 这时的144壁垒已经是一座直老虎了 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壁垒的部队根本来不及组织其有效的防御力量 蒸汽列车一路冲向东边仓库 那边仓库占地面积极大 综是144壁垒附近梁田的近五年收成都在这里了 梁仓正面有哨卡 甚至还有重火力 围墙高柱还拉着铁丝网 只是人小素的蒸汽列车根本就没有走正门 撞倒一面墙就冲了进去 张小满 到 张小满回应道 咱们在车上只放火烧粮仓 不要练战 听到没有 是 张小满亢奋回应 结果这时候 尖刀连其余战士都面色古怪 张小满怎么忽然搞得像是人小素手下的班族长一样 你特么浓眉大眼的张小满 竟然这么急切地提前巴结下一院撕裂 尖刀连在144壁垒里一路杀人放火 北边131旅得知消息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现在想要回原144壁垒最少也得六个小时的时间 那时候恐怕整个144壁垒都凉了 不过尖刀连进来之后 原本是有人提议直接开枪扫射制造居民混乱的 但张小满坚决地阻止了 说178要塞不干这种事 壁垒里的水龙丝是专门负责灭火的 可他们灭火的速度哪有尖刀连放火快 而1237团剩下的驻军一看大势已去 竟然干脆不阻击了 而是收敛了财物纷纷向壁垒外面逃去 这是不管结果如何 1237团一定要为这件事情背锅了 这时候不跑 以后也没好日子过 宗室处事有多酷炼 大家心里都有数 逃跑时还有人说 我怎么好像在那火车上看到副团长了 三连的连长很声说道 我早就说他可能是间谍了 你们还不信 本章完 第445章 宗室的计划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我怎么总感觉 这144壁垒 打得过分容易了 人小素奇怪到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 咱们还是小心一点 眼瞅着粮仓都烧了大半 庄家旅还在北方奔回支援 等庄家旅到的时候 恐怕尖刀连早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整个壁垒都没什么抵抗力量 壁垒内部虽然混乱 但大多数是因为居民的恐慌 而一旁的副团长 听人小素这么说 顿时就无语了 这还容易 您都弄死撒团长了 副团长也在您手上 这还容易 您这说的是人话吗 只是烧粮仓的时候 人小素发现 这粮仓之内 竟有三分之一仓库是空的 他问副团长 这些粮食都运上前线了吗 不是 副团长摇摇头 都在战前被各个将领 用各种名目买走了 他们打仗 还得自己买粮食 人小素愣住了 不是 他们是打算仗打起来 涨价卖给居民的 这是上头都不知道 将领们说 现在把粮食卖给他们 以后等粮食价格落下来 他们再补上库存就好了 没人会发现的 毕竟原本计划里这场战争 其实用不了多少粮食 副团长说道 起码用不完 不过现在好了 人小素竟是变相地 给那些偷偷囤积居齐的 宗室将领打了掩护 大火一烧 没人知道 这里粮食少了三分之一 只是人小素不爽的是 看来这次烧粮仓 对战事的影响 虽大 但绝对不是致命的 因为粮食分散了 宗室财团 总有办法 把那些失散的粮食 给找回来 此时 宗室指挥部里 所有人将领 都面沉如水 司令员宗英 忽然把手中的钢笔 摔在了桌子上 这宗物是干什么吃的 都已经因允他代 131缕追捕敌人了 还派了两个超反者 为何还能让对方 在眼皮子底下 把144壁垒给烧了 还有144壁垒的助军 又在干什么 难道一点防御力量 都组织不起来吗 看着敌人烧掉粮仓 说着 宗英的怒火 已然是要爆炸了 把他们团长给我毙了 话还没说完 宗英这才想起来 1237团 此时没有团长 连特末副团长都跑了 这生气的时候 连个能推出来 当替罪羊泄愤的人都没了 司令 事已至此 要想对策了 一名将领说道 调集所有壁垒的储备粮食 收缴所有储量 还有你们手中 也握有一些粮食吧 都给我交上来 此事涉及财团成败 不要再打你们各自的小算盘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干了什么吗 宗英冷声说道 这是要将整个宗室的储备粮食 全都集中到前线了 甚至包括壁垒居民家中的粮食 还有将领们手中的粮食 也很多 在知道要打仗的时候 不少将领提前得知战事 便开始大肆收购粮食 囤积居齐 他们很清楚 这战争打起来 粮食是一定会涨价的 别看一斤米 只有一块多钱 很多人总觉得 这玩意能赚钱吗 但是打起仗来 纳米价说不定就是四块 五块 甚至涨到十块都有可能 届时 壁垒里的居民 总不会饿死自己吧 所以 那些居民手中的钱 终究会被这些囤积居齐的将领 收拢在手中 十倍的暴力 谁不惦解 这是在吸壁垒居民的血 忽然有将领说道 现在问题是 这支178要塞的部队怎么办 总不能继续容着他们 在后方作乱吧 宗英也是心里苦啊 他当然知道 若是再这么让尖刀连折腾下去 恐怕仗也不用打了 可现在 他们已经知道这尖刀连依仗的是什么了 他们拿着尖刀连能怎么办 战争中所谓的闪电战 就是利用飞机与坦克坦克部队 炮兵 装甲 及摩托化步兵等多兵中 组成密集的装甲突击群 在战术空军的协同下 迅速突破敌防线 并向敌纵身目标进行快速的穿插机动 对敌进行分割包围 从而对敌进行歼灭作战的模式 现在他们没飞机 就只能依靠坦克 在战场上 时速60的坦克都叫闪电了 那特么 人家时速120啥 自家坦克的速度跟蒸汽列车一比 就跟拖拉机似的 怎么追啊 提前发动后续计划 宗英冷声说道 若是178要赛 觉得这样就能获得战争胜利 那就太小看我宗室了 我要让178要赛鸡犬不留 当天夜里 黑石河上的数座浮桥 在波澜中纹丝不动 这是178要赛 赖以前进的补给线 也是生命线 必然建造极为结实 且每日都有工兵营维修养护 更换配件 然而夜色中黑色的黑面上 忽然有上百艘快艇 疯狂地接近着黑石河的浮桥 起初这些快艇 竟是以艇上士兵用奖来人力推进 这样便能悄无声息地 靠近浮桥10公里左右 只是当他们进入10公里范围后 那一艘缩快艇骤然拉动的引擎 轰鸣着便向浮桥方向冲去 而这些快艇上则放置着大量的TNT炸药 当178要赛在黑石河附近的驻军发现他们时 已经晚了 重机枪轰鸣之中 试图将这些快艇给拦截下来 可快艇数量实在太多了 而且都是抱着必死决心来的 仿佛一个个都不要命了一样 轰隆隆的爆炸声传来 那些快艇即将撞上浮桥之前 艇上的宗室士兵便点燃了TNT炸药上附加的雷管 雷管爆裂的一瞬间也将TNT引爆 整个硕大的浮桥竟是从中间断裂开来 随着宗室士兵不要命的冲击浮桥并引爆炸药 那178要塞赖以渡河的浮桥竟然破碎着向下游飘去 一时间 黑石河再次将河流两岸的178要塞部队给割成两截 此时 北岸的178要塞部队再无退路 也断了补给 北岸的要塞将领纷纷看向张景林 司令 怎么办 咱们 张景林在军营中 皱着眉头望向远处河流上的滔天火光 准备背水一战 可宗室的计划到这里仍旧没完 一支宗室的精锐部队早就从后方的阿拉扇盟出发 竟是一头扎进了戈壁之中 如一柄刺刀似的直至扎向西北178要塞 本章完 第446章 《危局》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阿拉扇盟 西边是一片戈壁 如今这年代 没人会闲着眉室往那里钻 那里是真正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所以 在战争开始时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 178要塞与宗室146要塞之间 其实直线距离并不算特别远 但很少有人想过 要在这片戈壁沙漠上做什么文章 若是一支部队想要穿过去 基本上跟痴人说梦一样 然而 宗室图谋178要塞太久了 宗室所处低于位置资源稀缺 远远比不上178要塞 庆室 阳室 甚至连里室都比不过 所以 向外扩张寻求资源 这是宗室必须要做的事情 只有庞大的资源 才能支撑他们的野心 资源在哪呢 当然在178要塞 要知道 178要塞堵着西北外更辽阔的疆土 那片土地上埋藏着整个壁垒联盟90%以上的矿藏 还有大量的天然气 原油 各类金属矿物 在宗室看来 这些东西放在178要塞那群沙坯手里 不加以利用 简直是暴殿天物 浪费了 几年之前 宗室便悄然开始变有秘密部队 向戈壁里运输物资 而如今 他们在一片小小的绿洲之上 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前进基地 不为别的 只为了有一天 能有一支凶猛的部队 可以借助这前进基地穿过戈壁 然后给予178要塞致命一击 其实宗室知道 178要塞 要从黑石河北上打武穿山 也知道178要塞 炸掉北湾河之后 宗室南下齐西的路就没了 但一切都在宗英的计划之中 178要塞 也同样没有了撤退的道路 宗英早就得到了非常确切的情报 如今178要塞里 只有一支独立团助手 整个要塞 可谓是倾巢而出 所以 如今防务空虚的178要塞 已经成了孤岛 再无人可以救援 只要宗室占领了178要塞 那么张景林他们 就算重新修好了福桥 也没家可回 没要塞可守了 到时候 178要塞部队的补给断绝 还不是仁宗室随意拿捏 宗英计算着时间 只需再有七日 自己的部队 就能穿过戈壁 抵达178要塞 兵临城下 宗英眯着眼 他心想 如今张景林不知道 猜到这一切没有 应该猜到了吧 自己断掉他们在黑石河上的去路 用意还是挺明显的 但猜到了又如何 张景林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来阻挡他 占领178要塞了吧 之前折损了那么多部队 用上了那么多炮灰 不就是要吸引张景林 来到黑石河北岸吗 还是自己技高一筹 虽然中间出现了尖刀连 这样的小插曲 但没关系 一支连队再厉害 也不可能影响大局 虽然粮仓被烧 但宗室还能支撑一个月之久 这段时间 足够他托死178要塞部队了 毕竟张景林也断了不及 不是吗 一想到要战胜张景林 这位成名已久的天下名将 宗英心中有着难以遮掩的亢奋 到了他这个位置 只有权力和史无前例的胜利 能勾起他的欲望了 此时张景林身旁的庄家旅旅长胡信之 看向他 司令 宗室截断我方主力的后路 一定是要图谋咱们的要塞啊 司令你想想办法 张景林看向胡信之 你我唯有在此背水一战 才能胜利了 诸位 我们必须尽快拿下武川山 这样才能杀出一条生路来 通知后方的工兵营 尽快重新搭建福桥 问他们需要多久 一名作战参谋迟疑道 刚才便询问了 南岸的工兵营说 需要十天 倒是可以建简易福桥 那个快 但机械化部队过不去等于白大 十天 就算十天之内搭建好福桥 他们回到一百七十八要塞 也得再加上七天 一切都来不及了 忽然间 周应龙从前线跑回来 司令 司令 是尖刀连的电话 众人顿时一愣 他们哪能想到 这时候 那后方的尖刀连 竟然恢复了通讯 此时 尖刀连刚刚从一百四十四壁垒杀出来 他们不止 烧了一百四十四壁垒的粮仓 还抢了卫星电话出来 这才有机会 与一百七十八要塞部队联系 张景龙接过卫星电话 电话对面的大嗓门张小满兴奋的吼道 司令 是司令吗 嗯 我是张景龙 你说 张景龙平静说道 我们把一百四十四壁垒的粮仓 全都烧掉了 打掉了七八支连队 还杀了一千二百三十七团的三个团长 副团长 现在也在我们手上 张晓满嘚瑟着说道 生怕张景龙不给他发星云奖章似的 一口气把所有功劳都给说出来了 张景龙身旁的一众将领都愣住了 他们没想到 尖刀连竟然干了这么多大事 难怪宗士要抽掉兵力 回到后方对付他们 这特么是一支连队吗 就算是一支独立团 恐怕都做不到吧 尖刀连也推生猛了 可众人高兴不起来 因为如今战局已经不是烧粮仓 杀几个团长 打掉几个连队能改变的了 却见张景龙笑道 你们做得很好 但也要注意安全 司令放心 我们没有伤亡 将领们又牙疼了 他们都想象不到 尖刀连是怎么临伤亡 做这么多事的 张景龙笑了笑 叮嘱了张晓满几句话 便把电话递给了周应龙 全程都没有提人小素一个字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一战里 恐怕人小素鞠躬至尾 周应龙拿过电话后 对张晓满嚷嚷道 行了 知道你们立功了 现在没空跟你叨叨 你们先撤离到安全的区域 去再说 我们这边现在情况很危急 张晓满愣住了 危急 周应龙顿了一下叹息着 把大致情况说了一下 张晓满身边的尖刀连战士 都听着电话呢 大家全都有些不知所措 怎么就战况忽然急转直下 变成了烈士 而且 宗室可能要占领178要塞了 那自己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富饶喜欢的那个姑娘怎么办 大家的梦中情人路遥怎么办 张晓满急了 银章你放心 他们能去 打咱们178要塞 咱们也能去打他们的146壁垒 宗室那群掌权的老子们 可全在146壁垒呢 把他们杀了 宗室立马慌神 周应龙笑骂道 说特么什么糊涂话呢 146壁垒 现在有一个旅 你说打就打呀 赶紧给我滚蛋 你们现在就往周圆方向跑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另一个声音打断掉 张先生还在听吗 我只问打掉146壁垒 对战局有没有帮助 张锦灵沉默片刻 有 好 我去打 旁边所有将领都觉得这声音有些陌生 但他们都知道 这恐怕就是那个人小素了吧 只是这人小素也推狂了点 一个尖刀连怎么打146壁垒 张锦灵叹息道 你们不可能打掉146壁垒的 张先生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任小素平静问道 你说 明知道不可能 甚至会受伤 还非要去做不可 是愚蠢 但你还记得 我是怎么回答的吗 张锦灵想起了那一刻 任小素说 勇敢也是如此 本章完 第447章 孤身行动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张锦灵试图劝说任小素 不要去冒险 但任小素 似乎有了自己的决断 并没有让张锦灵继续说下去 直接挂掉了电话 按说如今的作战只会是宗英 就算宗是后方 被打了 也不会影响到这场战争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主席团之所以是主席团 那正是因为 他们对军队有绝对的影响力 与掌控权 只是如今 暂时让宗英来做统帅而已 如今各个作战序列 暂时听命于宗英 战争结束后 宗英自己 也不过是一只作战序列的长官罢了 也需要听命于主席团 所以 任小素问张锦灵 如果打掉146号壁垒 有没有用 张锦灵回答的是有 那是维系宗室团结在一起的地方 就好像杨氏的88壁垒破灭后 整个杨氏立马化作一团散沙 勾心斗角 层出不穷 宗室也不会例外 若宗英能够在统领整个前线部队十年 也许他的个人影响力 足以在乱局之中力挽狂澜 将所有人拧在一起 但现在的宗英还不够格 如果178要塞兵败 那人小素想要灭掉整个宗室的想法 便再无可介立的地方 也许庆室未来也会对宗室有想法 但打完宗室之后 庆室必然会进入一个漫长的休整周期 他们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重建战争后的壁垒 不仅如此 庆室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收编杨氏与李氏的壁垒 把那些资源牢牢握在手里消化掉 任小素挂了电话 张小满等人正摩拳擦掌着 怎么办 咱们去把146壁垒给打下来 哈哈 144咱们都打下来了 还差这一个146壁垒吗 尖刀连其他人看向任小素 之前也有人提过要打146壁垒的建议 但是被任小素否定了 而这次任小素竟然完全没有反驳张小满 反而催促尖刀连的战士们抓紧时间上蒸汽列车 蒸汽列车一路全速行进 荒野上大家也分不清蒸汽列车的方向 只觉得大家这就是去打146壁垒了 车上所有人热烈讨论着 你说咱们该怎么打146壁垒啊 动作得很快才行吧 不然等那个什么131旅听到消息赶过来 那咱们要面对的就是两个旅了 任小素在车上抓住那个1237团的副团长说道 146壁垒的那只作战旅战斗力如何 那肯定是宗室里面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啊 他们的装备全是最新最好的 这支部队向来代表着宗室的形象 就连去那里渡金的宗室子弟也必须是最优秀的子弟才能进去 当然他们也没什么作战经验 副团长弱弱的说道 你们不会真要去打146壁垒吧 不是我说丧气话 你们这点人去死磕146壁垒 跟送死真的没区别啊 副团长的心里话是 你们特么的想死别拉上我啊 结果那副团长看着蒸汽列车行驶的方向说道 咦 这路不对啊 人小素看向他 安安静静的别说话 等会儿到地方 我放你跟他们一起走 不然你就跟我一起去146壁垒 等等 这话里信息量很大 这副团长震惊了 面前这少年走的路 分明不是去往146壁垒的 从对方言语之中得到的信息 怕不是这少年 想要一个人去146壁垒 蒸汽列车 忽然在荒野上停下来 人小素吼道 下车下车 车上响起一片拉枪栓的声音 尖刀连以为到地方了 要准备战斗呢 结果等他们全都下车之后 张小满猝不及防下 竟然没看到人小素 从列车上下来 而那列车则再次提速 向远方荒野上行驶离开了 等等 人小素你要去哪啊 这是什么地方 张小满追着列车跑了几步 可是列车太快了 他根本追不上 而且 人小素也完全没有回头的意思 焦小辰用枪指着副团长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宗室最东边 再往前走十公里 就出了宗室地界了 副团长艰难道 您把枪先放下 这是我也不知情 只是路上发现方向不对劲 但那少年警告我 不要乱说话 张小满痛心疾首 完了完了全完了 人小素 这是怕去146壁垒太危险 所以故意把咱们 放在这么安全的地方 打算一个人去146壁垒 没有别的可能了 难怪一路上 人小素都表现得格外沉默 原来人小素 早就想好一切了 甚至还毫不慌乱地 将他们安置好才动身 张小满用卫星电话 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张景林他们 此时一个个将领也都沉默了 周应龙忽然问张景林 反正我是服了 这服与不服 说的是 当初张景林 把人小素安排到尖刀连的举动 周应龙是第一个表示 支持人小素的将领 虽然他职位在将领里最低 其余将领依旧没有说话 毕竟司令一直所需要的还很多 他们还想再观望观望 如果人小素能从146壁垒 活着回来的话 此时人小素正在奔袭146壁垒的路上 不对 与其说是奔袭 倒不如说是偷袭 人小素思来想去 还是觉得 他一个人去146壁垒更加稳妥 他不能明知道 带着尖刀连会死 还带着他们 所以他干脆就把张小满等人 放在了很远的地方 让他们想要过来帮忙 都做不到 要知道 张小满他们想要 走到146壁垒 起码也得十多天的时间了 当然 人小素这次考虑 还是很全面的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 他可以有很多种办法 从容地进入146壁垒观察情况 不管是翻越壁垒 还是跟着宗室运输车队进入 反正目标小 就会有更多的可能 如果带着尖刀连 那就真的要打进去了 人小素在 人小素在快要抵达146壁垒时 就收起了蒸汽列车 他独自一人行走在荒野上 避免被敌人提前发现目标 他在146壁垒外面 隐藏了足足一天一夜的时间 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混进壁垒里去 结果人小素发现 这146壁垒 盘查车辆极其严格 远远的在狙击枪瞄准镜里 都能看到 那些负责检查的士兵 竟是每一箱物资都要打开 车底也从来都不放过 如今 他只能像当初爬定远山后山峭壁一样 翻进壁垒了 好在城头守备军巡逻的时间 是有空隙的 那一分钟空隙 足以他发挥了 本章完 第448章 算命先生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因为178要塞 在武川山背水一战的缘故 那群杀劈 竟是打得宗室节节后退 所谓挨兵必胜的道理 就是这样的 似乎身处前线的张锦灵 忽然将后路背断的事情 变成了一件好事 178要塞 全体将士同仇敌忾 一个个奋不顾身 汗不畏死 当然 这也是有多年信念基础才能做到的 而且 这也改变不了178要塞 岌岌可危的境况 这两天 张锦灵沉默不语 有将领 来询问 如何解决宗室突袭 178要塞的事情 他也都说没想好 将领们觉得有些奇怪 张司令似乎有点六神无主了 平日里就算再难的事情 也会有所决断才对啊 如今竟是被宗室牵着鼻子打 就算武川山这边 一直在打胜仗又怎么样 老家都快没了呀 这事急得一众将领有点上火 有个将领一夜间 头发都白了许多 大家的亲属朋友 可都在要塞里呢 有人私下里去问管着食堂的林玉泽 司令这几天饭量怎么样 这是有人想从细节看看 张锦灵到底有没有后手 如果有后手 饭量大概就会像往常一样 如果没有后手 那恐怕饭量就会小很多 178要塞的将领们都知道这事 也算是他们很久以前琢磨出来的张锦灵的怪癖习惯了 然而林玉泽苦着脸说道 司令已经两天没吃饭了 178要塞的将领们脸都苦了 这次张司令愁得连饭都不吃了 而宗英这边接连失利 虽然这位总司令知道 只需再过几天一切都将改变 可问题在于当下的事情总要有个交代 这个交代是对主席团的 一场战争不是只要胜利就好了 战争期间仍旧会有大量的人 寻思着如何追责 如何通过追责来排除一几 而宗英这位置 很多人都盯着呢 眼瞅着后续计划一旦成功 这就是史无前例的胜仗 说实话 不少人都想摘了宗英的桃子 此时主席团已经派人来问询了 而宗英则表示 这一切都是宗物的责任 若不是宗物带着131旅主力部队离开 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毕竟131旅驻守的阵地极为重要 而现在宗物竟因为转移财产被劫的事情 抛弃了财团的利益 这得算是临战脱逃 而这个临战脱逃的行为 则影响了全局 打乱了前线所有部署 主席团这边联系宗物 而宗物那边则破口大骂 说宗英连后方都保证不了 怎么打胜仗 双方就是一个扯皮的过程 互相推诿 但带着131旅的宗物 已经丢失了尖刀莲的行踪 他很清楚 其实临阵离开并不是他的主罪 暂时转移资产留后路 才更容易让主席团猜忌 战后 他会面临什么 必然是狂风骤雨 所以 让所有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宗物竟然带着131旅跑了 虽然机械化部队对后勤依赖极大 但宗物赶跑 一定是在中原地区找好了下家 这种带着一支机械化部队投靠的行为 所有人都会欢迎 这一跑 宗是所有人都恶心了 而宗英却松了口气 因为宗物的事情 已经掩盖住了战败时的失利 没人会再有心思来管他了 宗英此时最该做的 还是在武川山顶住178要塞的进攻 若是后续计划还没成功 他们宗室先被打下来了 那才真的成了笑话 146壁垒的夜晚是寂静的 任小素猜到 这里可能是宵禁了 不然不会一个普通行人都见不到 还时不时的有部队巡逻走过 躲巡逻的作战班组 对任小素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如今难的是 如何找到宗室高层所在的位置 任小素将这次行动定义为斩首 他的目的不是摧毁整个146壁垒 更不是把这里的作战旅给打掉 而是让整个宗室高层瘫痪掉 让宗室重蹈阳室的覆辙 可任小素想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若宗成就是这只作战旅的长官 那么宗成平日里一定是在军营吧 别的人先不说 这宗成才是他最想杀的 如何潜入军营 如何找到宗室高层的住址 是任小素最先要面对的事情 可怎么找呢 任小素在一座小桥下面躲了一夜 第二天白天的时候 跟没事人似的走在大街上溜达 只是他发现 这146居民的神情十分淡漠 整个街道上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气氛极其压抑 他也不知道宗室在统治期间到底干了什么 才会让这些百姓彻底丧失活力 但只有进了壁垒 任小素才意识到 宗室丢掉的不只是流民之间的人心 连壁垒里也是如此 但他没跟任何居民搭讪说话 他总不能抓住个人 就问宗室高层都住在哪里吧 就在此时 任小素正走在路上 迎面忽然走来一个举着白帆的人 只见白帆上写着三个字 神算子 任小素一愣 他还是头一次在街上遇到算命的人呢 不过这种事看看就好了 听说这种算命的百分之百都是骗子 全靠一手忽悠来骗吃骗喝 然而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那算命先生忽然拉住了任小素的胳膊 却见任小素反手便握住对方的手腕 把这算命先生锁住提进了小胡同里 任小素看了一眼周围 发现并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时才说到 你是干什么的 那算命先生疼得冷汗都掉下来了 松手松手 我就是个算命的呀 我见你近几日可能有血光之灾 所以想给你算算命 哦 人小素乐了 说别人有血光之灾这种说辞 基本就是一种套路 想化解这血光之灾就得掏钱啊 我不傻 你骗别人去 我可没那么好骗 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呢 算命先生无语道 我真是好心跟你算命 我算的可准了 准 任小素冷笑道 那你能算什么 什么都能算 算命先生说道 那你算这个 设二次准数 F X 等于X2 加BX 加C 在X等于1时取最大值 则F E F 0 F 4 的大小关系是 算命先生 人小素继续冷笑 不是什么都能算吗 本章完 第449章 血光之灾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算命先生哭笑不得 我是算命的 你让我解梦 算因缘 算前途都行 算数学题是怎么回事 那是科学 我这是玄学 不是一个工种啊 任小素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会解梦是吧 是的 算命先生 犹如小鸡刀米似的点头 你梦到啥我都能解 任小素说道 那你听着 我做梦 梦到了一道题说 是二次函数FX 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都梦了 这特么是个什么梦啊 这年头不会函数 还不能算命了是吧 这特么是人干的事吗 任小素冷笑 解不出来吧 果然是个骗子 只是却听算命先生忽然说道 我看你面相 命里应该有个 胜似亲人的朋友 但却没有血缘关系 我还知道 你十七岁人生转折 见水英杰 这次轮到任小素愣住了 但他还是没信 竟是直接将那算命先生 给提了起来 冷声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为何会知道这些事 弟弟当然就是颜六元 而任小素此生经历 最大的凶结 不就在之前那场洪水之前吗 即便算命先生说出这些事情 但任小素天性如此 他不相信这是对方算出来的 反倒很有可能是一些 知情人借着这些事情 怀着别有用心来接近他 可算命先生见他不幸 便开始苦笑 我还看出你十多岁时遭遇凶险 但恐怕 你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逃离险境的 你大兴之地在西北 若你还是不信 我也没有办法了 任小素手上的力气烧松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过去 就连一百一十三级镇上的人都不知道 例如 他确实不知道他当初 是怎么从狼口中逃生的 这算命先生 竟然连这种事情 都敢说得如此笃定 难道真是算出来的 任小素沉吟道 你说我近两日 有血光之灾 没错 大凶中的大凶啊 太凶了 算命先生说道 不过刚才我没瞧仔细 你得让我再看看 任小素不置可否地说道 那你给我算算 该怎么化解 说着 任小素便松了手 却时刻提防着对方 有什么暗算手段 或者逃跑意图 那算命先生也不跑 而是回头仔细打量着任小素 任小素面无表情 若是这算命先生说要破财消灾 他分分钟让这算命先生暴毙 结果越看 算命先生神色越诧异 这特么 哪是 你有血光之灾啊 是你要给别人带去血光之灾 任小素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任小素心里咯噔一下 嘴上却是否认的 我一个好好生活在壁垒里的人 为啥要给别人带去血光之灾 你真是这壁垒里的居民 算命先生笑了起来 这你可唬不住我 你和这壁垒的事 格格不入 你若生活在这里三天以上 都不会有这种情况 任小素寻思着 怎么越说还越寻了呢 他问道 那你说我想办的事情能不能成 啊 这个我不能算 算命先生说道 我不算这么具体的事情 向来只是给一句警言 那你想对我说什么 任小素皱眉问道 算命先生又看了任小素半天 忽然惊奇道 咦 岔炉为何这么多 我竟从未见过你这样的 不能算 不能再给你算了 任小素无语 这特么不是白折腾半天吗 他拉住着算命先生 此时任小素心里是稍微有点信了的 别的且不说 你帮我算算 我要杀的人在哪 这是你要算不出来 今天你可走不了 哦 算命先生想了想说道 就在这壁垒里 任小素皱眉道 再具体一点 算命先生挣脱了任小素的手臂 笑了笑说道 东北方 他们近些时日会凑到一起去的 但你 只有一次机会 说着 算命先生转身就走 任小素这次却没拦着他 此时此刻 任小素对这算命先生的言辞 已经性了六分 只是命运这种东西 实在距离他太远了 以至于他始终还是存着疑惑 任小素忽然大声问道 等等 你有没有在南方给人算过命 算过的人还挺多呢 你说的哪一个 算过的名字 我都记得 李清正 哦 我当时告诉他 他会遇贵人 任小素默然无语不再说话 此时他竟是已经性了八分 只是 时间真有如此神异之人吗 对方是不是超凡者 平日里 任小素遇到不懂的 都一律按封建迷信处理 结果这次真遇到封建迷信了 他又有点不知道 该不该相信对方了 之前李清正也曾给他说过 遇到了一个算命先生 也说他会遇贵人 然后进壁垒 只不过任小素觉得这算命先生 也未必有那么靠谱 毕竟当初李清正虽然确实进了壁垒 但进壁垒 却不是享受优渥生活的 而是遭灾去了 主要是 这算命先生也没说 他进的壁垒 会有实验体这种东西 真要早点提醒医生 那李清正肯定就不进去了 而现在 任小素只记住对方一句话 他想要杀的人会在这几天凑一起去 而他只有一次机会 他要杀的算上 综成有十三人 他们每个人手里 都握有巨大的权柄 若是一个一个杀 恐怕杀第一个的时候 就会迎来全壁垒追捕 其他人也会躲起来 所以 对方凑在一起的话 那确实是任小素最好的机会 只是 任小素怎么才能找到 他们凑一起的地方呢 算命先生拐棍一个弯 赶紧拔腿就跑 好险好险 前没骗着 还差点把命搭上 东方 尖刀莲正在荒野上行进着 忽然间 他们听到有履带声 张小满脸色大变 赶紧招呼其他人 躲在一旁的沟里 防止被人发现 这特么的庄家履 怎么阴魂不散呢 不是说 只能找到超凡者吗 怎么还追到这里来了 张小满看向那个副团长 你是不是没说实话 信不信我一刀捅死你啊 副团长都哭了 该说的 我都说了呀 不过来不及争辩了 那庄家履已经来到眼前了 只是张小满他们发现 这庄家履 竟不是冲着他们来的 而是要往中原去 感谢副盆子酸奶同学 成为本书 新的白银大萌 好人一生平安 本章完 第四百五十章 有内鬼 小说第一序列 作者会说话的肘子 等到庄家履 轰隆隆向中原离开之后 张小满小声嘀咕道 奇怪了呀 他们往那个方向跑啥 这不是去中原的路吗 也可能是有别的计划 有没有可能是逃跑的呀 不对吧 不是说现在宗室占了上风吗 怎么会突然有人逃跑 尖刀连的战士们 也想不清楚这事 然而 就在庄家履 又行进几十公里后 突然被一个笑眯眯的年轻人 给拦了下来 这年轻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神坛 庄家履中的 131旅旅长宗物 在通讯频道里高喊 压过去 别管他是谁 给我压过去 可是当庄家履 来到李神坛面前时 李神坛忽然右手一抬 整个地面都宛如波涛似的 骤然拔起一座土墙 庄家履这边 只能迅速杀住了 不然撞到那厚实的土墙上 分分钟就要有庄家车 和坦克报废掉 李神坛物字笑道 还愁着没法帮人 小宿什么大忙呢 结果 这就有一只 庄家履送上门来了呀 要控制他们吗 四里人好奇道 当然 李神坛笑道 用不用把他们 从庄家车里赶出来啊 在庄家车里怎么催眠 四里人好奇道 声音 也可以催眠的 这世界都可以成为背景 说着 李神坛忽然捏起一块小石子 从指尖弹出 那石子飘然落在一辆坦克之上 弹出清脆的声音 那声音听起来很奇怪 就像是有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却见庄甲驴里的战士 一个个目光呆滞起来 只不过 饶视李神坛这样的超凡者 也感觉有些凶闷 似乎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李神坛调整了一下心率 对庄甲驴说道 你们旅长呢 出来出来 只见宗雾从一辆庄甲车里走出 呆呆地来到李神坛面前 旁边的胡说 刚好从树林子里钻出来 小狸人 你看看 我给你带什么了 哈哈 我找到了一片瓜田 此时已知夏季 正是瓜熟的时候 只是胡说 看到李神坛面前的庄甲驴 便愣住了 小狸人眼睛都亮了 胡说爷爷好厉害 李神坛看了他们一眼 便转头对庄甲驴平静说道 听到响指声 你便杀去146壁垒 记住 冲破壁垒后 只杀宗氏之人 不可动用机械化装备 不可滥杀无辜 哒的一声响指 那庄甲驴 竟是掉头便走 直直地奔向了146壁垒方向 胡说在一旁好奇道 这次 你倒是没有滥杀无辜 李神坛默默看向 斯利人背后的那个硕大箱子 以前我总觉得我是对的 就算谁站在我的角度上 都会如我一样 再无顾忌 那现在呢 胡说笑道 李神坛叹息道 有些人就像是巨火 就算离开了 也总会留下点什么 不过我有点好奇 你为何只守在这里 自己不往宗室去 胡说问道 你若去了 你若去了 岂不是能帮他们更多 李神坛从胡说怀里 结果一个西瓜笑道 不提了 吃瓜吃瓜 尖刀连这边 眼见着庄甲驴 一路奔腾而去 立马从沟里钻出来 继续向宗室地盘腹地方向走去 结果还没走多远 能便听到后方驴带声又回来了 张小满整个人都不好了 带头又爬进了沟里 尖刀连都无语了 这来来回回的干嘛呢呀 撵他们完吗 有完没完了呀 只是这一次 庄甲驴回来的速度比去时还快 竟像是赶着要干嘛似的 尖刀连一头雾水 只觉得有些不太对劲了 武川山的战斗 已然旷日持久 178要塞和宗室 在这片广袤的山脉里拉锯着 战争之惨烈 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夺取129阵地 周应龙这边的整个前锋营 都打掉了一半 仅仅这一个阵地 已经二十多次一手 宗英那边刚刚躲过了主席团的责罚 他不再抱有侥幸心理 而是将压力传递给下面的将领 命令他们必须在戈壁部队 抵达178要塞之前 死守阵地 要死就死在阵地上面 而178要塞这边呢 大家早就没了退路 不仅如此 所有人都还很清楚 此时178要塞正面临危险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带着愤怒的力量 宛如疯魔了一般 周应龙已经两天两夜没睡觉了 129阵地 比想象中更加难打 而每次攻占阵地时 几乎都是 依靠他的超凡能力 只见一头硕大的灰色野猪 再次从周应龙身边巨献出来 朝着129阵地上面冲去 那野猪蛮横至极 竟是连中击枪都不畏惧 可周应龙不是人小素 每次使用能力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这两天时间他已经多次精神力消耗枯竭 整个人眼窝身陷 激进油镜灯窟的状态 旁边二连长劝阻道 营长 你休息一会儿吧 再不休息 我怕你撑不下去了 却听周应龙怒道 我们不牵制129阵地 庄甲驴怎么能安全穿过177山口 不是我不想休息 你我身在此处 哪怕是死 也要让敌人无力针对庄甲驴 例如129阵地的战士 在整个武川山到处都是 数支步兵旅交错推进 一个又一个山头被打下来 一个又一个战士死去 可也只有依靠这些士兵的拼命拉锯 庄甲驴才有继续纵身的可能 不光是前锋营 就连侦察营也在山野之中 和宗室的游击部队展开了多次交锋 双方在山岭之间穿梭着 每次交火都像是游走在死亡的边缘 与死亡共舞 这偌大的武川山 几乎没有一处是完整的了 战士们都疲惫到了极限 但若是长官站出来说 谁愿意去给我拿下某某高地 这些疲惫的战士 依然会主动站出来 然后凯然赴死 这就是战争 即便没有宗室那后续计划 178要塞 想要攻破武川山 也同样要这么打 而如今178要塞部队里 人人心里都藏着愤怒 反倒打的胜仗更多了一些 然而就在此时 178要塞情报部门的士兵 悄然向103部兵旅指挥部包围过去 当他们来到指挥营仗时 正在站坐修整的战士们 都诧异地看着他们 有人见到相熟的战友便问道 怎么回事 你们忽然跑到我们这干嘛 说着 战士便围了过来 想要阻挡情报部门继续前进 双方虽然都是战友 可天下情报部门 向来是一样的酷烈 所以 当他们来到自家地盘上的时候 所有战士心中都生起不祥的预感 情报部门第二军勤处的处长冷声道 让开 执行公务 103部兵旅的战士们 还想阻拦 却赫然发现 远处张景灵 也在情报长官王丰元的陪同下 走了过来 连张司令都出现了 这103部兵旅的战士们 才彻底放弃侥幸幻想 让开了一条道路 第二军情处 走进指挥营仗 将里面的旅长李祥 给带了出来 张景灵看着李祥问道 为什么 本章完 第451章 全程搜捕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那李祥知道 情报部门一定是抓住了自己的证据 截获了自己传递情报的信息 不然不会再战时直接抓捕自己 所以干脆 也不辩解了 张景灵也不再多说什么 带走 即日起 周应龙兼任103部兵旅旅长 此时周应龙战时火箭提拔 一方面是因为有尖刀连的关系 前锋营履历大功 另一方面则是这一仗太惨烈了 几乎要把178要塞打到无人可用的地步 张景灵皱眉看着李祥被带走的背影 此时他只忧心李祥传递出去的情报 会不会给任小素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一旁的王丰元低头道 司令 是我监察不力 让他成功把消息传递出去了 若是我早一步 任小素也不用 这是不怪你 张景灵摇摇头 情报工作百废待兴 能把他给揪出来 就已经很不错了 当初肃清宗室余孽的时候 这李祥旗帜鲜明地站在我们这边 这难免会混淆你的视线 就连我也很难相信 可任小素那边 他一个人深入146壁垒 张景灵忽然说道 放心他不是没把握就冲动的人 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奇迹 此时 任小素还在尝试着 尽快摸清146壁垒的地理位置 这样才能将宗室高层一网打尽 可这天 他重新走在路上的时候 忽然发现 146壁垒的驻扎部队 正在分头往街上贴通机令 整个壁垒里所有电线杆子上 都贴了好几张 通机的都是同一个人 任小素 任小素趁着还没人围观时 便找了一处偏僻的电线杆子上看去 赫然看到 上面正是自己的画像 画像是手绘的 必然有所偏差 但对方的水平很高 虽有偏差 但只要有人看到过着通机令 再看到自己 一定会感觉异常熟悉 只见通机令上描述说 任小素此时应该就在壁垒附近 甚至已经孤身潜入壁垒了 若有居民发现 此人行踪 举报给146壁垒驻扎的作战旅 就能获得20万筹金 任小素撇撇嘴 自己只值20万吗 不过一边不服 他的心思却在飞转 一定是178要塞部队里出了内鬼 所以 宗室才会知道他的行踪 只是不知道 178要塞的部队有没有察觉这个内鬼的所在 若是让这内鬼一直向外传递情报 恐怕会非常危险 忽然间 一支作战班族 朝任小素这边迎面走来 任小素当即便低头试图蒙混过去 结果就在那作战班族都已经走过去的时候 最前方的班族长觉得 哪里不对劲 回头看向任小素 抬起头来 刹那间 任小素骤然反向狂奔 只是轻轻一跃便隔墙跳入了一个小院子里 等到这作战班族抬起枪口 准备射击的过程里 任小素已经消失在视线中了 这支作战班族立刻吹响了警哨 并在通讯频道里大吼 发现可疑人物 发现可疑人物 请求支援 146壁垒的搜索力量 就像一张大网一般 在他们接到178要塞内鬼传递出来的情报时 就已经将这张网给撒出来了 任小素不是打不过一只普通的作战班族 只是如果他没办法在一瞬间把对方全部杀死 那么对方迟早有机会 警示整个146壁垒的搜索力量 届时 万一任小素被拖住脚步 恐怕他就完了 此时单独行动的好处便体现出来了 他若是带着尖刀帘 现在恐怕还得看顾着尖刀帘的安危 而只有他自己的时候 他随时都可以高速移动 甩开身后的追捕力量 甚至放手一搏 任小素跳进院子里 愕然看到一个女人正在收取晾晒好的衣物 任小素没有丝毫停顿 直接又跨步跳入了另一个院子 只听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响起 那些壁垒居民的尖叫 就好像再帮146壁垒搜索部队定位一样 当他终于跳进一条胡同的时候 却正好与两个仕途围堵他的宗室士兵遭遇 那两名士兵看见任小素便要抬枪射击 但任小素落到他们面前的一刻 便握住了两人的枪管 紧接着身后的影子一闪而逝 等到影子已然消失不见的时候 两名士兵的脖梗上渗出一条血痕来 两人有些惊愕 他们甚至没看到任小素背后 那一闪而过的黑影到底是什么 一场浩大的追捕在146壁垒中展开 那张大王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一点点向任小素收拢起来 街上的行人见宗室士士兵快步追逐着 纷纷躲进了街道旁边的建筑里 生怕这场追捕会波及到自己 宗室士士兵的通讯频道 已经全部连接 只听里面此起彼伏的呼喊声 目标已冲过复兴路 重复 目标已冲过复兴路 正在张横路上 由西向东快速移动 目标再次击杀我不士兵 已从张横路跳入民房 向东移动 壁垒街道里 上千名宗室士士兵新罗密布 街道旁的居民 偷偷隔着窗户 偷听这些士兵的吼声 他们诧异地发现 这么多宗室精锐 竟然只是在追一个人 他们起初好多人 还以为是178 要塞有一支部队渗透进来了 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动静 而宗室士士兵们则发现 他们所追捕的目标 简直不是人 移动速度极快 也就不说了 只要是对方接触到的 零散战斗力量 竟然全都在一瞬间被击毙 有些人甚至连汇报目标行踪的话语 都只来得及说一半 便戛然而止了 此时 任小素已经用上了枪支 因为他已经发现 对方的包围圈在渐渐收拢 就算不用枪 也隐藏不了行踪 他唯有用尽一切手段 突破这层包围圈 才能为自己 拼出一条生路来 任小素的枪械技能 已经晋升大师级 哪里是寻常士兵可比 即便长街上忽然与宗士作战班组相遇 任小素也能立刻开枪点射 进行火力压制 前方试图组成防御线的士兵 躲在墙体后面 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呢 一颗手雷便突然出现在他们的脚边 将这刚刚树立起来的防御线 轰炸得吸碎 任小素已经杀红眼了 再没有回头路 可走 你死我活 这是任小素早就明白的世间道理 本章完 第452章 下水道理的间谍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宗士的搜捕圈 还在渐渐缩小 接到两旁建筑里 有居民默默地看着任小素 快速从他们眼前经过 那速度 宛如残影 他们心中震撼于 原来是一个少年 在将这146壁垒 搅得天翻地覆 难道如今这超凡者的力量 真的在渐渐凌驾于财团部队之上了吗 慢慢的 宗士部队在各个交通要道架起格挡 甚至还在多个角度 加上了重击枪 整个146壁垒的西边 俨然成了一座牢笼 任小素 眯着眼狂奔 他已经尝试着 冲击两个防御火线了 可问题是 内宗士士兵 便像是连绵无穷似的 要知道 人力有穷时 就算是任小素这强悍体魄 也会累的 不过宗士部队也在茫然 那些还未与任小素遭遇的作战班组 心中生出恐惧 只因为他们发现 这通讯频道里 但凡与任小素遭遇的作战部队 竟是大部分都没留下活口 对方真的是人吗 然而就在任小素 快要迷失方向的时候 壁垒街道上 忽然有一个熏井盖 被人从下面掀起来了 任小素见到这一幕 是如此的熟悉 那熏井盖下面的人 朝他疯狂招手 这里这里 任小素纵身一跃 便跳了下去 只是刚进入下水道的一瞬间 便捏住了来人的脖子 你是谁 那井下的人被捏住脖子 脸色都憋红了 罗老板让我给你带句话 什么话 任小素提着这人 跟提小计一样 他说 你可别死了 要死的话 也给他留点黑药再死 任小素都个气笑了 往哪边走 左边左边 任小素收缴了对方身上的枪支和武器 一路朝左拐去 不是他恩将仇报 而是此时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 鬼知道 这货是不是宗室派来故意骗他的人 那人被提着也不生气 庆诊长官早就交代了 他说 你有朝一日 肯定会来146壁垒 所以让我见到你的话接应一下 但我着实没想到 你竟然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哦 动静大吗 任小素心不在焉地说道 这还不大吗 这人苦笑道 现在壁垒里宗室财团高层人人自危 生怕一不小心被你给宰了 而且我接到你之前 这146壁垒的驻军 都被你杀掉了上百人了吧 一个人对抗一支作战旅 就算是有接到掩护 你也是我生平 见过最生猛的人了 堪称君神啊 任小素挑挑眉头 这货拍马屁倒是一套一套的 不过对方知道如此多的信息 看来在宗室里面地位也不一般 不然如何能知道高层动向 他问对方 左边是去哪里的 当然是先离开包围圈啊 这人说道 我这边给你准备了一个安全屋 你等风声过去 我没时间再等下去了 任小素说道 告诉我 那些宗室高层在哪 宗室高层 被提着走的庆室间谍急了 都啥时候了 你还以为自己能杀他们 整个作战旅 起码有一半兵力在保护他们 另一半兵力在抓捕你 你真以为自己是神了吗 任小素沉默不语 那庆室间谍见他不说话 便苦笑道 更何况 那些宗室高层 现在分散壁垒各处 你只要去杀一人 整个壁垒的兵力 都会再次包围你 那时候我也没法带你走出包围圈了 庆室长官可给我说了 我可以优先保护自己的 任小素听着他的话 漠然不语地走了很久 他忽然问道 146驻军的营地在哪个方向 庆室间谍倒吸一口冷气 你别是 想趁他们驻地兵力空虚 去偷袭他们的驻地吧 146壁垒驻军营地 有什么 有弹药库 有中枢指挥部 就算宗臣不在 但杀了那群作战参谋 和一些指挥官 也同样能让146壁垒的这只作战旅 感觉到肉痛 任小素忽然意识到 这未必是自己最该做的事情 但袭击敌人最薄弱的部位 就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谁会想到 他孤身一人 竟然还敢往敌人的驻扎部队的大本营跑呢 胆子再大的人 也不会这么做吧 只是任小素明白 只有制造足够多的混乱 让宗室部队疲于奔命 他才有机会 寻找那一线机会 他没有时间了 宗室部队 恐怕很快就要穿过戈壁 抵达178要塞 只有重创这里 才有可能将他们拉回来 十不我待 只听他间谍 叙叙叨叨地说道 那驻地里 就算防务空虚 也最少还有500人驻扎 你去了只会是送死 走哪边 前方右拐 任小素一边走一边取了五六罐黑药 塞进这间谍怀里 他已经没时间再分装黑药了 只能直接兑换出来 就交给对方 谢谢 任小素说道 嘿嘿 小事一装 等会你到了前面 就将我放下来 我自然有办法钻回去 间谍美滋滋地说道 这黑药到手 等他回了庆室 少不得罗老板 会给他一大堆赏赐 后半辈子 基本有着落了 别的不说 庆诊长官和罗老板 从来都不会亏待功臣 任小素说 谢谢是因为对方冒险 来救自己 虽然他还有底牌没用 那宗室的作战旅的包围圈 说实话 也很难困住他 但如果突破期间留下伤口 对方再以猎犬追捕 恐怕后续行动 会越发艰难 而且 对方此行是冒着极大风险的 对方豁出命来救自己 自己当然得铭记于心 再往前七拐八绕地 行进了十多公里 那间谍熟门熟路地说道 到了 前面就是宗室营地 虽然也有下水道通过去 但中间 竖着好多钢筋网 根本无法通行 所以 怎么进去给你自己想办法了 任小素点点头 终于放开了对方 回去给罗胖子和庆诊说 此事必有后报 如今可不是对方欠自己人情了 而是任小素欠了庆诊和罗兰一个天大的人情 不管是庆氏帮忙打下北湾河 还是如今派间谍舍命相助 任小素早就无法无视这兄弟俩了 下一刻 那间谍便看到 任小素凭空抽出一柄黑刀来 一刀斩去 那面前的钢筋网竟是脆弱的像纸一样 幸事间谍张了张嘴巴 原来自己过不去的地方 对人家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也是 这特么可是一个人 敢对抗一只作战旅的猛人啊 任小素准备往前走时 忽然回头看向间谍 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郑远东 间谍说道 接下来 任小素说完 便转身走入黑暗 本章完 第453章 图穷笔线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戈壁深处 宗室部队正在全速前行 他们早就 摸清了道路 知道有一条绿洲 甚至可以供机械化部队通行 如果不是有这一条路 那就只能步兵突袭了 效果大打折扣 这条路在灾变前 似乎还是一片树林 也不知何人曾在这里植树造林 创造了一片片绿洲 终究巩固了一条生命线出来 只是多年无人养护 这里又重新荒废了起来 事实上 如今也没多少人在乎 这里会不会重新变为沙漠 但问题在于 这条即将消失的绿洲 为宗室提供了最后的机会 宗室高层 将这条路称为天赐的良机 是老天爷给他们夺取 178要赛的机会 这些年宗是不是白准备的 若不是有此后手 他们近些年 也不敢频频向178要赛挑衅 前方就要抵达南湖了 过了南湖 我们进行两个小时休整 便可以直奔178要赛 宗室将领 对身旁副官欣喜道 此次战争 你我当居守宫 没有我们苦心经营多年 如今又穿越戈壁 给178要赛致命一击 恐怕还真的难胜了 还是长官英明 副官含蓄孝道 这一笑便吃了一口沙子 数天来在戈壁中行径 即便有即将消失的绿洲掩护 他们也行径得异常艰难 可再多的苦难这一刻 也是值得的 他们将被史册铭记 宗室将领意气风发地说道 此战正是我们扬明的好时候 后方的机械化部队 还在持续通过坚硬的路面 整个沙漠上都扬起巨大的烟尘 宗室将领听着履带碾碎石子的声音 宗室将领感觉十分清脆悦耳 他对副官问道 有没有发现什么意外 你我此时越是到最关键的时候 就越要小心谨慎才行 您放心 副官说道 这些年我们早就将这里摸熟了 178要塞在戈壁上 根本就没有任何军事设施 那群沙批 哪里会想到我们会 然而下一刻 他们忽然听到 有尖锐声响突兀而来 这支作战部队 是宗室最精锐的作战序列 连士兵都是军事素养极高的 所以当这尖锐刺耳 声响传来时 几乎所有人都面色大变 这是导弹飞持在空中 向他们奔袭而来的声响 嫡媳 嫡媳 轰然几声 树枚导弹 已经落在了他们的行进队伍中 一时间炸得黄沙四起 竟是江宗室部队 全都笼罩在了烟埋里 那宗室将领 已经卧倒在地 他想不明白 这里为何会有一支 178要塞的部队 在埋伏他们 他趴在地上 急速地打量四周 等到烟埋稍微散去 却见三面包围的地平线上 均出现黑点 对方178要塞 这是有备而来 宗室将领心中惊疑 他们竟是走进了 178要塞的伏击圈 这伏击圈 就像一个布袋似的 裹挟住了他们 正面而来的 那支178要塞 机械化部队 在路上 扬起巨大的烟尘 宗室将领 即刻要求部队 展开反击 只是一枚炮弹 朝正面轰击过去 却见那支部队前方 竟是骤然出现了 一口黑锅 连那炮弹都给挡住了 但黑锅未停 只见那口硕大的黑锅 在空中飞舞着 竟接连抵挡住了 五六枚炮弹 要知道 这炮弹肉眼都很难捕捉到 却被对方一一挡下 炮弹撞击到黑锅之后 里面爆炸 灰色的烟埋 被风一吹 即刻消散 宗室的好多士兵都懵了 这特么什么东西 徐贤楚 宗室将领惊议不定 徐贤楚怎么会在这里 他不是在我们后方吗 不是有人说 在后方见过他的影子 之前宗室指挥部 还有人提起过这事 有人说 徐贤楚不见了 似乎张锦灵对他另有安排 很可能是张锦灵 已经识破了他们的意图 阻拦在了他们戈壁前进的路上 只不过后来 忽然有人传回情报 说在后方那支连队里 见过徐贤楚 显露过超凡能力 大家这才放心下来 可这戈壁上的宗室将领 怎么也没想到 徐贤楚怎么跟变魔术似的 突然又出现在自己面前 难不成这徐贤楚会飞吗 同一时间 刚刚挡下五六枚炮弹的徐贤楚 在部队后方嗷嗷乱叫着 给我狠狠地打他们 为三放一 这宗室将领都可以放走他 但对方的有声力量 必须留在戈壁 冲锋 178 要撒的士兵们 亲眼看着自家长官 连炮弹都能挡 一时间士气大振 只不过徐贤楚现在也是打肿脸充胖子 明明现在来自黑锅的反噬 让他浑身疼痛 甚至连黑锅都有点维持不住了 但他仍旧在勉力支撑着 只因为他很清楚 178要赛是否能胜 全看自己这边能否打个漂亮的大胜仗 徐贤楚在这里折服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所有178要赛的汉子们都快要撑到了极限 然而 178要赛之所以能够屹立在西北 是因为他们装备有多么精良吗 不是 是因为他们能以一荡百吗 也不是 而是他们能够吃苦 比天底下任何一支部队都更能吃苦 因为他们在那环境恶劣的西北边赛 是拿苦当饭吃的 这将是一场恶战 双方最后的战略终于图穷比线 此时 张景林已经接到了徐贤楚方传来的消息 他们已经与敌人正面交火了 因为伏击的关系 178要赛的那支伏击部队已然占了上风 此时旁边的王丰元看向张景林 任小素会不会怪我们 王丰元的意思很明显 其实有着后手在 只要敌人进入伏击圈 那宗室最后的底牌便被迎刃而解 而178要赛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了 所以 任小素其实是不用去146壁垒的 当日张小满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任小素主动说要去146壁垒 张景林想要阻拦 却没法说出他的计划 张景林和王丰元那时候 就已经在彻查间谍之事 只是他们知道 将领之中有间谍 却始终没有抓住 所以 为了保证他们的计划 不被宗室觉察 以至于当时张景林 根本没法对尖刀连和盘托出 那个时候 但凡一点细节 都可能被对方抓住 张景林不可能拿178要赛全体将士去冒险 本章完 第454章 可能出现的隔阂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之前 整个178要赛部队里 还有十数支部队 秘密离开了前进基地 例如 周应龙通之间刀连去打北湾河 也是假装出去越野拉链 然后再也没有回到营地 例如 徐贤楚原先所在的独立团 去了黑市和以西 这样的部队 其实都是为了让间谍难以摸清状况 一旦这些部队离开前进基地 所有通讯都被王丰元这边管控起来了 而且 为了让间谍信以为真 张景林甚至两天都没吃饭 生生把自己饿瘦了一圈 锁定李翔 也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这李翔既然吃饭的时候 有意无意问食堂负责人林玉泽 司令最近 饭量怎么样 李翔身为一个步兵旅旅长 并没有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的权利 所以便用张景林的饭量来猜178要塞 是否有后手 只因为整个178要塞都知道 张司令遇到难事时会饭量锐减 没抓住间谍 那计划就只能藏在心里 但张景林又很清楚 他不说出计划 是拦不住任小素的 后来抓到间谍之后 任小素却已经离开了尖刀莲 联系不上了 所以 抓到间谍之后 王丰元就立刻找张景林问 任小素怎么办 但那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张景林只能期望任小素 自己可以活下来 王丰元小声道 还好 他把尖刀莲安置好了 不然这支功臣部队全军覆没 我后半辈子 都会良心不安 预料之中 张景林平静说道 张景林深知 当任小素决定去146壁垒的时候 一定会把尖刀莲安排在安全的地方 就如同这少年 当初把李小玉和严六元 安排在吉镇学堂一样 张景林太了解这少年了 结果如同他想象的一样 任小素孤身一人 去了146壁垒 而且 王丰元这边已经得到确切消息 他们的线人躲在居民楼里 看到146助军正在大肆搜捕任小素 而任小素则杀出重围不知所踪 张景林看向王丰元平静道 就算他怪我 我也认了 指责所在 容不得我优柔寡断 对张景林来说 任小素一个人和整个178要塞相比 孰轻孰重 他掂量得轻 王丰元愕然 他在担心这次的事情 会不会让那少年 与178要塞 产生一丝隔阂 王丰元看向张景林 却发现 张景林并没有自己说的那么豁达 只不过 之前都是 装给间谍看的 现在却是真的紧张 戈壁里的战斗 并没有那么快就能结束 宗师这次负责穿越戈壁的部队 极其强悍 即便遭遇伏击也能在第一时间组成顽强的防御力量 边打边退 这是宗师整个战局的希望 所以 每个士兵不光要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核 还要经历极其艰苦的军事训练 不过这些都没让徐贤楚意外 他早就知道自己要面对什么样的部队了 事实上 178要塞这边的计划里 还有些疏漏 例如徐贤楚这样的主力超凡者 始终没在正面战场现身 会不会对计划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但张景霖没得选 徐贤楚在小范围军事行动的指挥水准 以及他超凡能力 在小范围作战时的攻坚 防御能力都太优秀了 所以 徐贤楚必然是戈壁伏击战的最佳指挥人选 不过张景霖和徐贤楚都没想到的是 任小素帮他们补上了这一环 当然 徐贤楚要是知道这事之后 会不会感谢任小素 还得两说 戈壁上的战斗还在持续着 宗室等这一天等了很久 而张景霖也同样如此 只不过 宗室如果孤注一掷 把戈壁当作他们最后翻盘的机会 那只能说他们打错了算盘 其实 战争进行到这里 178要塞就已经赢了一大半 张景霖这边请军入瓮的计策完成之后 武川山这边的战士忽然就取得了重大进展 之前抢战高地的时候 178要塞也打得很辛苦 当时宗室将领们还觉得 178要塞不过如此 事实上 178要塞的武器装备也没宗室好 宗室的人数 还是178要塞两倍还多一些 但宗室将领们 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些条件 只觉得 能战胜178要塞 就能证明 他们更厉害 但那狂风骤雨的战斗中 宗室忽然发现 这178要塞部队 像是打不倒一样 甭管你压上去多少兵力 那些已经撑到极限的 178要塞士兵 都能再坚持一下 有些阵地多次一手 但实际的数据是 178要塞打下宗室的阵地 要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 而宗室 想要再打回来 可能却要一天一夜 而那阵地上的 178要塞士兵明明很少 而且 就算勉强打下来了 宗室部队也会发现 那阵地上 正有人抱着炸药包 假装尸体 然后与他们同归于尽 这种永远看不到 尽头的战争 仿佛永远也打不倒的敌人 让人感觉恐惧 就在戈壁那边 成功伏击宗室部队后 张景霖立刻下令 让原先在修整的 机械化部队 全面投入战场 周应龙已经拼了命地 给机械化部队 打开了一条安全的通道 而这些机械化部队 就像是压倒武川山 宗室部队的 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而且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短短三天时间 黑石河上的浮桥 就已经又建起来了 原本可是说 15天才能攻击 卸化部队通过的 周应龙在后方休整的时候 吃着饭呢 就一脸砸在饭盆里睡着了 后方医疗兵 赶紧把他给抬走 用剪刀剪开他的衣服 才发现 这位新晋旅长 浑身都是细腻的伤口 大腿上插着两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蛋片 都一直没有取下来 旁边给他清理伤口的护士 看到这些伤口 都感觉触目惊心 还有一个士兵的老婆 就是临时医疗所里的护士 他老婆看着他的伤口 一边包扎 一边哭着骂他不小心 士兵不耐烦道 别哭了行骂 给我包扎好了 我还要归队呢 阵地都是我们打下来的 这会儿眼看着要胜利了 绝对不能让那群小王八蛋抢弓 滚滚滚 赶紧去抢你帝宫去 回家再给你算账 护士给杀不扎了的蝴蝶结 哭着就把丈夫给轰走了 本章完 第455章 不能说 小说第一序列 作者会说话的肘子 有将领已经从前线退下来了 他们在讨论着戈壁的战士 这事就连他们之前都不清楚 也有人发现 徐贤楚不见了 但近十万部队 行军遮天蔽日 张景林又分散了十数支部队 出去固步一阵 所以大家也没多想 直到今天他们才知道 原来徐贤楚去了西北戈壁 这时候 王丰元端着饭盆进了食堂 食堂的负责人林玉泽 一边给他打饭 一边美滋滋地问道 我的演技怎么样 完美 王丰元哈哈大笑 司令说了 这次能抓到李祥 寄你一功 嘿嘿 那小子偷偷摸摸问我司令 饭量怎么样 我就留心了 林玉泽给王丰元舀了一大勺肉 不过 还多亏你们后续的技术手段 不然也只能是怀疑 不用谦虚 王丰元摇摇头 终究是他有异常 我们才知道 该针对谁 这时候 一大群将领围围到王丰元身边来 你老小子肯定从头到尾都知道司令的计划 怎么嘴就这么严呢 一点风声都没给我们透露 王丰元美好气道 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间谍 我到现在都怀疑 你们之中还有间谍 一旁的将领们被恶心了半天 不过王丰元说话的习惯 他们也都清楚 早就不跟王丰元计较什么了 王丰元在肃清内部间谍的时候 手段酷烈 六亲不认 一切都只对张锦麟负责 即便在178要赛的时候 也每日身居减出 滴酒不沾 以前王丰元还有个老婆 结果一天晚上说梦话被老婆听见了 结果王丰元也是狠人 竟然直接跟自己老婆两地分居 只白天偶尔去看看孩子 那时候王丰元的孩子刚出生 每次他去探望的时候 孩子都管他叫叔叔 但王丰元心里再苦也没说过什么 竟是就这样孤独了十多年 偶尔他的下属看到王丰元一个人 在办公室外面抽烟 总觉得王丰元心里 藏着太多的事情了 旁边负责某支步兵旅的柴志龙问道 丰元 现在这事也不是秘密了 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过程啊 之前司令两天没吃饭 都给我们急坏了 王丰元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 现在给你们说说也无所谓 司令交代了 可以说 此时隶属胜券 那是可以长士气的事情 有人一听王丰元这么说 便激动了 给我们说说 司令真是饿了两天吗 没让林玉泽偷偷给他开小灶 王丰元哭笑不得 没想到这群人竟然关心的是这个事情 他说道 谁说司令遇到难事的时候 会吃不下饭 将领们面面相去 难道不是吗 王丰元笑而不语 其他将领忽然意识到 原来这传言就是一个扣子 例如打牌炸金花的时候 你让对方知道自己炸人的时候 有个摸鼻子的习惯 然后等到致命一击的时候 那摸鼻子的习惯 就能让对方自己掉入陷阱 当然 这也是个最简单的例子 而张锦灵遇难事便胃口不好 这是在壁垒里传了快二十年了吧 今日竟然才发现是假的 王丰元说道 司令真正遇难事的时候 会每天抽两包以上的烟 这倒是真的 结果旁白的柴志龙 指着王丰元对旁边人笑骂道 这特么又是准备给咱们下扣子呢 我给司令当勤务兵的时候 司令高兴了 也能抽两包 王丰元挑挑眉毛 私自泄露司令起居习惯 自己去领三千字检查去 柴志龙脸色瞬间就变了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王丰元根本不理他 纪律就是纪律 柴志龙脸色瞬间就哭丧起来了 此时有人幸灾乐祸地 拍了拍柴志龙的肩膀 然后转头问王丰元 那你给我们说说 司令是怎么发现 宗室想要横穿戈壁的 司令不是在外面待了十多年吗 这才回来了多久 而且之前178要塞 也没人提过这事啊 王丰元冷笑道 这计划 本身就是前几年司令送给宗室的 直到宗室开始频繁挑衅我们的时候 司令就猜到 宗室的前进基地 应该已经建好了 他这才回来 将领们恍然大悟 看来司令在外面也没闲着呀 大家再看向王丰元 和这司令偷偷离开178要塞之后 王丰元一定和司令保持着联系吧 但王丰元这老小子 嘴太严了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情 没想到你老小子搞情报工作不行 葬事倒是有一手 柴志龙嘀咕了一句 结果这时候 柴志龙一愣 等等 王丰元在情报负责人的位置上 可是做了十多年了呀 王丰元整日都对外感慨 搞情报太难 近些年才开始有些进展 但大家也不知道 进展是哪些方面 大家老是私下里 拿王丰元开玩笑说 情报系统是178要塞里养老的地方 但今日看来这王丰元和张司令 都图谋深远 若是王丰元能力不行 张司令不应该早就把他换了吗 张司令哪是在工作上能含糊的人 想到这里 所有人看王丰元的目光都不太一样了 所以就连宗室穿过戈壁的计划 都是张锦麟送给宗室的 难道张司令很久很久以前 就想要弄死宗室了 可那时候张司令不是还没回178要塞呢吗 这是全都是王丰元一手操办的 什么时候的事啊 有人问道 王丰元回忆道 我也记不清了 旁边一众将领贴嘴 你根本能记不清才怪了 信你个鬼 不过这时候 有将领提出了新的疑惑 那丰元 你肯定早就知道 有人小宿这么一号人了吧 给我们说说呗 王丰元想了想 现在还不能说 因为他还没脱险 我听说 他孤身一人 去了146壁垒 真的假的 柴志龙问道 真的 王丰元并没有对此事隐瞒 毕竟宗室也很清楚这事 柴志龙听了之后嘀咕道 这小的还真猛啊 一个人都敢去146壁垒 那他现在干嘛呢 你有没有让北方的情报人员协助一下 王丰元摇摇头 不能说 到此时 该说的都说完了 剩下全是不能说的 王丰元身边的将领们逐个散去 他们也需要尽快修整 北方战场还需要他们 毕竟直到今天 虽然眼看着就要胜利了 但他们 还没实打实地 拿下任何一座宗室壁垒 本章完 第456章 潜入宗室驻地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就在178要塞部队全线大捷的时候 行走在下水道里的人小宿 已经将蓝在面前的钢筋网 都尽数斩断了 正悄然无声地 向146驻军 营地深处潜入着 不过 他每过一处熏锦盖 都会小心地 听着头顶的动静 脚步声从外面传来 任小宿将宗室士兵 硬抵军靴 踩踏地面的声音 听得一清二楚 他不能贸然钻上去 他只能通过头顶的动静 大致判断驻军兵力还有多少 寻找一个好的时机 小心观察中 任小宿发现 这军营即便在全程搜捕他的时候 依然保持着极其规律和严密的巡逻 大概每五分钟一次 就会有作战班组从他头顶经过 误差不会超过十秒 而且 外界探照灯 还会时不时地从井口扫过 白色的光线 从熏锦盖上的两个孔洞照射进来 照亮了任小宿的面孔 任小宿很谨慎地寻找到一个不常有人 经过的熏锦盖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头顶的熏锦盖是汗死的 只留了排水孔 换了其他人潜入 肯定要绝望的 也难怪之前的沁室间谍 压根就没想过 要从下水系统渗透军营 罗胖子在李氏无往而不利地逃逸 隐藏手段 在这军营里 似乎有点行不通了 但这是根本挡不住持有黑刀的任小宿 正是这里防御最严密 他反而偏要从这里突破到地上去 因为就连宗室士兵都不会想到 即便汗死了锦盖 甚至还有那么多钢筋网拦截 但还是 有人能翘无声息地从这里突破 任小宿拿着黑刀 一点点将熏锦盖切割开来 黑刀削铁如泥 静静等待着 忽然一个脚步声 正慢慢向他所在的熏锦盖靠近过来 当对方走过去后 任小宿骤然翘无声息地掀开熏锦盖 一跃而出 他如同猎豹般跃向对方 当探照灯再次扫过之前 便扭断了对方的脖梗 便把尸体给拖进了下水道里 重新盖上了锦盖 这个过程里 影子全程辅助 当熏锦盖重新盖上的时候 地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寂静 任小宿趁着刚才出去的瞬间 打量了周围的环境 他所处的位置 位于营地边缘 营地里大多都是平房营区 只有一处五层高的小楼 显得十分突兀 那里应该是驻军的指挥部办公大楼吧 任小宿暗中计算了一下 他距离那座小楼 还有两百多米的距离 任小宿有了决断 虽然还没看到 146驻军的弹药仓库在哪 但如果想要摧毁这支部队的中枢系统 那目标就应该放在那座小楼里了 现在 任小宿要做的 就是换衣服了 只有换上宗室的土黄色军装 才能尽量减少被怀疑的几率 就算能让敌人愣上零点几秒 也是值得的 那零点几秒的反应时间 有时候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他麻利地将刚刚弄死的宗室士兵给扒了 满心欢喜地 准备换上对方的衣服 刚才他连黑刀都没用 就是怕衣服上沾了血 结果这时候 任小宿忽然愣住了 不为别的 有点牙疼的是 对方个子实在有点矮了 军装有点小 任小宿如今已经18岁了 还成了超凡者 身高早就从17岁的178厘米 长成了184厘米 这身材在所有男性里 都算是偏高的了 尤其是在这普遍营养不良的时代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 衣服恐怕不太好找 但任小宿绝对不是一个容易气馁的人 既然计划是靠谱的 那就要 想办法完成这个计划 而且动作要快 等宗室发现有士兵失踪 他这计划 就差不多败露了 等抓到第二个宗室士兵的时候 任小宿皱眉叹气 不行 这个士兵依旧太矮了 第三个 不行 太壮了 任小宿穿上对方的军装 像是穿上了戏服一样 虽然任小宿结实 但因为力量与敏捷均衡的缘故 他的身材很瘦 任小宿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结果在抓第四个人的时候 他的计划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 这次刚刚好 呼 任小宿总算松了口气 他都担心自己窝在这下水道里 把军营里的士兵给全都抓进来 然而此时军营里骤然拉起警报 似乎有人失踪的事情已经引起了宗室驻地的注意 任小宿赶紧换好衣服 拿上对方的门禁卡钻出下水道 若无其事地朝那栋小楼走去 军营里原本在轮休的作战班组快速集结 一个个鹤枪实弹地迅速组成了更加严密的搜寻队伍 路上有部队传达着命令 有人失踪 即刻搜索军营每个角落 进行地毯式排查 务必寻找一切蛛丝马迹 可能已有敌人渗透进来了 任小宿心说 这宗室部队也够警惕的 不过问题不大 他已经走入了那栋小楼 楼里亮着白痴灯 任小宿刚准备刷门禁卡 通过围党的时候 围党旁的警卫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似乎感觉有点面声 长官 请出示你的证件 任小宿试图蒙混过去 他看向对方平静说道 你不认识我吗 你怎么敢说 你认识这营地里的每个士兵 对方认认真真的回答道 报告长官 我确实没法认识整个作战旅的所有士兵 但团长就那么几个 我还是都知道长相的 任小宿顿了一下 自己又弄死了一个团长 他之前连短暂的培训都没接受过 所以不认识宗室的军衔 而且这个被自己弄死的团长 身穿制式作战服 只是领口有个不太一样的标 他以为这是个普通军官 例如班组长或者有军衔的士官 却没想到竟是个团长 下一刻 任小宿心中叹息 例如这种防备组织极其严密的地方 果然是没法蒙混过关的 是对方防御太严密了 不是自己的计划不行 既然没法混进去 那就杀进去 却见任小宿骤然发力 还未等那警卫有所反应 任小宿就已经一手刀砍在了对方的脖梗上 那手刀砍过去的时候 空气被破开后发出乌液声 那警卫软塌塌地朝地上躺去 任小宿抬头看向头顶的监控 他知道从此刻起 整个驻地的士兵都将开始全力追杀自己 但在那之前 任小宿会让整栋楼的军队中枢系统全部瘫痪 面对防务空虚的军营 也总比出去面对壁垒里庞大的搜索部队强 他只希望 这146壁垒会因为他的到来 而陷入混乱 那混乱之中 才有他取胜的一线曙光 本章完 第457章 突破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军营驻地的警报声 越发的刺耳了 几乎半个壁垒都能听见146壁垒作战旅驻地的警报声 居民们拉开窗户 偷偷地观望过去 他们听见沉重的跑步声再次响起 壁垒里原本负责搜索人小宿的部队 正向着军营快速集结过去 有居民敬意不定 他们听说白天的时候 宗室部队并没有抓到那个闯入壁垒的少年 当时大家还不太相信 毕竟这里可是宗室的一支整建制部队啊 而对方却只有一个人 这都抓不住对方吗 当时提起这事的人说 我姐夫就是146壁垒里的驻军团长 这事是他说的 结果一大群人也不信 说你吹什么牛逼呢 你姐夫要是团长 那我爹就是旅长 反正场面乱哄哄的 所有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地觉得 战争已经波及到了146壁垒 也没人真信那年轻人的说辞 毕竟一支作战旅都抓不住一个孤身境壁垒的敌人 谁信啊 而此时 他们听着这刺耳的警报声 终于是有点信了 那个少年不仅逃过了白天的追捕 竟然还胆大包天地 直接袭击了宗室部队的驻地 任小宿杀了门口的警卫 便立刻踢着黑刀向楼上杀去 有人从监控看到他行凶 便立刻冲了下来 楼里也想起了警鸣 一时间整个办公楼都喧闹沸腾起来 那冲下来的两人在楼梯上便开始警惕着 他们在监控里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这敌人的身手好到难以置信 对方杀警卫的时候连墙砖都沦碎了 然而还没等他们见到任小宿呢 便看到旁边楼梯扶手映射的阴影里 忽然伸出一只手来 往他们脚下扔了一颗手雷 楼里爆炸声惊奇 任小宿可没闲工夫 跟这些躲在暗处试图射击的宗室军官纠缠 若是等对方部队集结 将小楼给包围住 那就太麻烦了 楼里的军官与士兵都在往下冲 还有人则直接在楼梯口拐角结成防御阵型 静等任小宿送上门来 可是这种方法对付普通敌人还行 对付任小宿就显得太弱了 却见任小宿正快速地逐层清洗敌人 监控室里正在负责监视任小宿行踪的士兵 眼睁睁地看着任小宿快弱鬼魅般在楼道里穿梭 举手投足间宛如野兽般凶猛 监控中 一名军官刚刚拿着手枪从一间屋子里冲出来 结果半只脚刚踏出办公室 一柄黑刀便从他肩膀处劈了下去 手臂连同着手枪一起掉在了地上 紧接着少年一脚补上 竟是硬生生将这军官的整个人都踹得不规则扭曲了 这得有多大的力量才能做到呢 人体骨骼可是极其坚硬的 手雷声此起彼伏 监控室里的士兵 看着一个个监控黑了下去 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着少年的脚步 每过几秒钟 便会有一块监控屏幕黑掉 或者是变成满屏幕的混乱雪花 监控室里的士兵 忽然有种看鬼故事的感觉 那鬼故事的小说里 鬼出现之前仿佛也是这样 一点一点的把猎物心中的恐惧压榨出来 凝出血来 白天的时候 这监控室里的士兵就听说 外面的兄弟部队没能抓到通缉者 吃饭的时候 大家还在食堂里调侃说 外面的兄弟部队也太弱了 抓个人都抓不住 但现在他亲眼看到 对方有多么强横后 才明白 对方这种人 在壁垒城市里 依靠建筑作为视野盲区 能够做出多么恐怖的事情 如果没有强大的火力封锁线正面压制 谁能把它怎么样 小范围作战里 这少年就是无敌的 必须用极多的数量 才能堆死他吧 等等 对方这时行进的位置已经 监控室里的士兵忽然大惊失色 他一边拿起自己的枪械 一边回头看去 竟正好看到监控室锁臂的大门 正被人一刀劈开 那黑色的刀在钢铁门 划出一条猙獰缝 士兵正好从那裂缝 看到外面人小素冷冷的眼神 他刚才看得太紧张 竟忘了对方已经抵达监控室门外 此时 看到对方在裂缝里 只露出半张脸的模样 几乎吓得魂都要飞了 人小素将锁臂的肛门 劈开一条裂缝 当他看到里面只有一人时 甚至懒得再做什么突破了 直接透过那劈开的缝隙 扔进去一颗手雷 然后继续往前走去 以前人小素身上的手雷少 所以都是省着用的 但之前他带着尖刀 连打掉三个军工厂 那里风箱的手雷之多 当鼠人小素生平罕见 这会儿就连他都数不清 自己到底有多少颗手雷可以用 尖刀连那边压根没人 跟人小素抢手雷用 发现的手雷 基本上全都塞给人小素了 此时 前线战争为人小素带来的便利就是 这146壁垒 原本驻军是要比现在多几倍的 但现在都到前线去了 而且平日里驻军营地是常驻两名超凡者的 而现在也只剩下一名 剩下的那个还是宗成本人 现在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所以 当人小素一路向楼上杀去的时候 竟然没遇到什么特别有效的反抗 毕竟他可以在这栋楼里随便扔手雷 但敌人却投鼠机器 这里存放着大量的资料 而且还有大量的宗室自己人 他们还抱有幻想 只要他们有一个人能开枪击中人小素 那人小素就废了 可偏偏一个能打中人小素的都没有 甚至大部分人连人小素面都没见到 就死了 而且 办公楼里一半是文职参谋 一小半是配手枪的军官 还有一些则是正常守备力量 这种地方的守备战士 是不配守雷的 血液顺着楼梯向下流淌着 从楼梯侧面坠落下去的血液 拍打在地面 还会发出嘀哒嘀哒声 等人小素冲上了三楼 二楼这里 忽然有人从办公室的衣柜里 偷偷爬出来 刚才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 此时却发现自己 说不定有逃跑的机会了 爆炸声已经到楼上了 这胖乎乎的军官 好不容易从衣柜里钻出来 刚走到楼道里 就狠狠摔了一跤 只因为满地粘稠的血液 让地面都不好走了 稍微掌握不好平衡 都会滑倒 胖乎乎的军官摔倒时 哀呦一声 他喊完便后悔了 这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吧 不过敌人已经到楼上了 应该不会掉过头来杀他吧 可还没等他放下心来 便看到旁边的阴影里 忽然有人扔出一颗手雷来 本章完 第458章 重铸外富士装甲 小说第一序列 作者会说话的肘子 办公楼里突然安静下来了 任小素在血中慢慢地走着 周围只剩下血液流淌的声音 这栋楼里的敌人 好像都死掉了 他顺着楼梯朝四楼走去 任小素忽然发现 这四层网上 似乎并没有什么防御力量了 有点奇怪啊 在三楼与四楼之间 有一道门锁着 似乎连这楼里的军官 平时都不能上去似的 卡拉一声 任小素将大门砍破 他上四楼时 偷偷躲在一个窗户后面 看了外面一眼 只见这栋楼外 已经有上百名士兵 在下方集结 任小素冷冷地看一眼 便开始搜寻整个四楼 驻地外面的作战旅 想要回原 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这驻地里 若是只有五百名 宗室部队士兵 那么算上他刚才杀掉的 一百多人 此时外面撑死了 也就集结两三百而已 说实话 任小素更加期待的是 他在这里 把更多的宗室部队 吸引回来 那么他冲出去之后 就有更多的机会 猎杀宗室高层了 至此 任小素相信他突破 宗室驻地的行为 已然打乱了宗室的计划 他随手劈开一道锁臂的大门 结果任小素忽然间吓了一跳 下意识便准备朝旁边躲去 因为这宽敞的屋子里 竟然站着三十名士兵 可任小素马上反应过来了 他破门之后 屋里的士兵根本都没有动弹 仿佛雕塑似的 静静站着不动 任小素小心翼翼地打量过去 却惊恶地发现 这些士兵 他竟然还认识 这不是杨氏的那米战士吗 当初杨小锦被安排去剿匪 他三叔便给他派了一支 那米战士组成作战班组 用来保护他的安全 但是杨小锦带着任小素 忽然走了其他的路 此后 任小素就再也没见过 这些那米战士了 可这些那米战士 不该是跟着宗成 继续往北走了吗 就算是剿匪失败 或者遇到其他意外 也不该像是雕塑一样站在这里吧 忽然间 任小素想起张锦灵 曾对他说过的话 他们根据一些线索怀疑 宗成的超凡能力 是控制他人 任小素心中冒出一个猜测来 这些那米战士 不会是已经被宗成控制住了 当作底牌吧 就在此时 宫殿在他脑中说到 搜寻到无意识控制的那米机器人 是否接驳 任小素愣了一下 以前都是那米战士死了之后 才能给那米机器人刷击啊 这次怎么变了 不对 任小素回忆着 宫殿刚刚说过的话 他意识到 宫殿能够给那米机器人刷击的条件 并不在于生死 而是在于有没有意识 正在控制他们 而这些那米战士 被宗成控制后 正处于休眠状态 所以 意识是否也被宗成强行休眠了 不得不说 活到这份上 其实已经很惨了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刷击 任小素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自从上次荒野一战之后 任小素就时常怀念那米机器人 只因为外父是装甲 就像是给他加了一条命一样 能让他短暂地无视普通热武器 可怀念归怀念 他却一直没有机会 找到新的那米机器人 原本他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而今天却意外地在宗室与那米机器人意外重逢 正所谓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重新加载程序 恢复出厂设置 清除联机程序 匹配成功 银色的溪流正在向任小素汇聚 他感受着那一股股熟悉的力量 正在回归他的身体 楼下再次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 看来外面集结的部队已经失去了耐心 想要进来强攻 但任小素这次选择了无视 专心接收着所有那米机器人 在外父式装甲面前 区区数百名宗室士士兵又算什么 任小素心中 有种很踏实的安全感在弥漫着 一旦他重新掌握了这种力量 那现在生活在146壁垒里的宗室高层 应该提前为自己祈祷了 这才是任小素的全胜状态 而146壁垒 注定要成为他在西北的最后一个战场 不对 任小素忽然觉得 那些宗室高层 其实也不用祈祷了 等死就好 不过还没等那米机器人 全都进入他体内 他四周的那米战士 骤然朝他扑来 那米战士们 似乎已经接到了某个指令 任小素皱眉 应该是宗成到了附近 足够控制那米战士的距离 宗成 当任小素脑中 闪过这名字的时候 他心里只有杀机 那米战士全都朝他扑来 可没有那米机器人的那米战士 对任小素来说 脆弱的像纸一样不堪一击 就在那米战士发动的同时 门外扑进一个人来 想要配合那米战士 击杀任小素 来人正是宗成 任小素冷笑着抽刀砍去 可这宗成进门后 忽然发现不对 竟是立刻击退 堪堪避开了任小素的黑刀 宗成正正地看着那些 古断经浙的那米战士 他对任小素怒吼道 那米机器人哪去了 这些那米战士身上的那米机器人 怎么没有了 任小素一边控制着最后一抹心盒 隐摸在血管里 一边耐心解释道 那米战士身上没有那米机器人 不是很正常吗 老婆秉丽也没老婆 这一刻他确定 宗成虽然能控制别人 但却不像自己控制影子一样 所有感官都会及时地反馈本尊 不然这宗成 压根就不会冲进来 此时宗成哪有心思 接人小素的这个烂笑话 他发现自己最大的底牌之一已经报废 便毫不犹豫地向身后楼到窗户越去 竟是果断地从四楼跳下去 试图和驻军会合逃命 他很清楚自己根本不是任小素的对手 跳四楼也比当场暴毙强 但这一次 任小素绝对不会让他继续活下去了 错过这次机会 恐怕宗成将隐姓埋名逃离这里吧 到时候 茫茫人海里 再想找到对方就难了 所以对于任小素来说 机会只有一次 任小素一瞬间完成了外服式装甲站在窗边 他看到宗成正一蹶一拐地逃入宗室防线里去 一边逃还一边大喊 杀了窗户边上的人 给我开枪 可是密密麻麻的 子弹打在外服式装甲上 却只能见起星星点点的火花 众目睽睽之中 宗室士士兵看着那庞大睽悟的外服式装甲 忽然纵身一跃 毫无花哨的沉重 坠落在他们面前 任小素竟是用最霸道的姿态 第一时间摧毁了宗室的防线 本章完 第459章 大开杀戒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宗成是一个超凡者 而且是刚一出现 便得到宗室高层尤其重视的超凡者 只因为他的能力可以操控他人 这在权谋者眼中 是极其有用的 这世界虽有超凡者正在崛起 个人的武力也在被放大到极致 可超凡者也是人 一个超凡者 不管能力是什么 伴随而来的 必然是远超普通人的体魄 所以宗成才敢从四楼的高度往下跳 若是普通人早就骨折了 而宗成也不过是崴了脚而已 平日里 宗室驻146壁垒的作战旅 都是宗成在管理 因为宗成身为宗室大房嫡系的缘故 他本身又是超凡者 所以作战旅的士兵 军官全都为他马首是瞻 在宗室士兵的眼中 宗成是强大且神秘的 当宗成接到消息冲回驻地 很多士兵都觉得 既然宗成回来了 那么大局已定 甭管那栋办公楼里的敌人 有多么强横 自家有超凡者 加上数百名精锐士兵 还能拿对方没办法吗 可现实是 他们在楼下刚刚组织好防御线 却见到宗成以无比狼狈的姿态 从窗户中跳了下来 原本油光赠亮的头发也凌乱了 神态中也透露着恐惧 这位平日里 以强大士人的宗室核心人物 其实内心里并没有众人想象中那么强大 然而宗成这一跳给整个驻军士气带来的打击 更在身体的损伤之上 他们忽然觉得自己要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无法战胜的一般 连宗成这超凡者都要逃跑 那他们这些普通士兵又算什么 可是宗成管不了这么许多了 他现在底牌尽失 只想跑路 就在此时 那四楼窗户里再次跳出一架庞然大物 正正地落在防御阵地上 谁也没想到 对方已经强横到了这种程度 竟然如此轻松地就撕裂了他们的防御阵型 这种霸道的姿态 哪怕对方没说一言一语都扑面来 敢落在你们面前 那就是一点都不害怕你们 阵地上的士兵虽然心神动摇 但还不至于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清楚 他们立马组织其火力向外富式装甲射击 那外富式装甲经过王雨池 安玉钱等人稍加改良之后 看起来更加强悍了 浑身上下都充斥着明曰暴力的美感 装甲表面也不再是纯粹的光滑平面 而是安玉钱精心测算的细密蜂窝状距离结构 旁人看去 那表面只是磨砂哑光的模样 但细看却能发现 那外富式装甲已然是不知道多少个小型蜂窝状结构了 这种物理结构既省材料 又远要比平滑的表面更加适合泄力 难以计数的子弹 泼在了外富式装甲身上 而人小素的目光 却死死地盯着逃离的宗城 只见宗城正一蹶一拐地朝营地外面跑去 这是根本不管身后士兵的死活了 他是超凡者 就算崴了脚也比普通人跑得快多了 此时宗城忍耐着脚踝的疼痛顽命地逃跑 想要和宗是在146壁垒的主力部队会合 刚才那一跳导致他软组织挫伤 软骨骨裂 若是继续这么跑下去 可能连痊愈都做不到了 但这时候 就算跑飞一条腿 也比小命丢了墙 不仅如此 宗城一边跑还 一边给其他士兵下死命令拦截 任小素看了身前宗室士兵一眼 便突然加速 向着宗城狂奔去 那些拦阻在任小素面前的宗室士兵 就仿如脆弱的玩具 仅仅只是几秒的时间 这防御阵线 竟然就被任小素给打穿了 而且 任小素是一边打一边扔手雷的 那手雷一个个扔出去 更不要钱似的 到了这时候 任小素依旧没忘 他来这146壁垒 本身就是要把这壁垒里的有生力量给摧毁掉 能把宗室高层杀了更好 如今他正是全胜状态 当然是能多杀一个宗室士兵 就多杀一个 只有这样 宗室才会害怕他 未来他想杀宗室高层 才会面对更少的阻力 到了现在 宗室驻地 已然是没法组织起新的力量来拦截他了 那剩下的一些幸存士兵 只能心中恐惧地看着任小素 继续朝宗城追去 他们忽然意识到 这突如其来的超凡者 应该是和他们旅长有仇的 而他们平时敬畏的那个旅长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当然 他们也想不到 他们旅长平时最为依仗的力量 寒阳被杨小锦拘杀在了荒野 而现在这三十个那米战士 就像是宗成帮任小素存着的大礼包一样 就等着任小素来取了 若是宗成控制了其他的超凡者 那任小素还真有点头疼 但这那米战士对他而言 根本不是威胁 而是惊喜啊 宗成这边刚跑到军营门口 结果他喜出望外 因为他看到 外面负责搜索任小素的作战部队 竟然已经有人支援回防了 他对着这些士兵大吼 敌人就在后面 给我杀了他 回源过来的宗室部队 大概有五百人的样子 这可是一支整剑制的营级部队 所以宗成心中也有些安定下来 他控制过那米战士 所以他很清楚 那米机器人的使用有能源限制 一个那米战士全力爆发撑死了 也就坚持十分钟左右 他这边就算拿人数 都能堆死对方 对方现在也就是一个人而已 之前任小素在荒野上 遭遇宗室袭击 也就是因为有王从阳的 蒸汽列车池圆罢了 而且 那个能催动山崩地裂的超凡者 也不在一百四十六壁垒 想到王从阳这个名字 宗成心中还有一股怒意 那王从阳口口声声说着 跟任小素有仇 结果却在暗中帮助任小素 这次又因为王从阳 截略了宗物财产的事情 高层将这件事情隐隐怪罪在他身上 有人暗中提醒他 老爷子们 觉得他既然对王从阳动手 那就应该有十足的把握才对 怎么能把这么强力的超凡者放走 来不及想这些了 先杀掉人小素再说 可是等宗成一回头 竟是忽然看到 身后一列蒸汽列车 撞破了宗室的阵型 一路朝他冲来 那宗室刚刚回原来的部队 竟是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像是积木一样 被碾压了大半 这一刻 宗成有点迷茫 他也没见到王从阳啊 怎么蒸汽列车突然就出现了呢 本章完 第四百六十章 破阵 小说 第一序列 作者 会说话的肘子 看着那越来越近的蒸汽列车 宗成心中突然有种明雾 他结合这些天来 心中存下的疑点 稍加思索便猜测到 或许这蒸汽列车 根本就不是来自王从阳的 而是来自人小宿他自身的能力 虽然宗成很不想相信这个推断 但他别无选择 而且 一旦这个假设成立 那么很多事情都能解释过去了 例如 为何徐贤楚的影子出现在两个地方 明明徐贤楚都自己承认过 影子没法释放超过一千米 例如 王从阳的蒸汽列车 只有四节车厢 但为何他们宗室 却屡屡见到十六节的蒸汽列车 所以 人小宿的能力 是复刻其他超凡者的能力啊 这让宗成内心更加恐惧了 若说超凡者是人间神明的话 那么能够肆无忌惮 复刻其他超凡者能力的超凡者 还能把其他人超凡能力增强的超凡者 又是什么样的存在 之前宗成袭击人小宿他们的时候 始终都没怎么把这少年放在眼里过 他的目标一直都是杨小景和杨小景背后的暴徒组织 而现在呢 宗成明白自己已经是大错特错了 忽然间 宗成拦住一辆飞驰回来的军用越野 他将驾驶位上的宗室士士兵一把拽出来 扔到地上 紧接着自己驾车逃跑 146壁垒夜晚是宵禁的 路上并没有什么行人 能看到的人几乎全是宗室士兵 但再多的士兵回源 宗成都不再回头了 他只是在车载对讲机里怒吼 指挥146壁垒里的所有宗室士士兵 过来围堵人小宿 超凡者能力也是有极限的吧 宗成心里想着 例如他控制其他人 数量上限也不过是3、50个 那么这蒸汽列车也一定有极限 没见之前蒸汽列车在荒野上也被炸散了吗 只要他宗室士士兵足够多 必然能堆死人小宿 慢慢的宗成稍微恢复了一丝冷静 一只一只的宗室部队回源 多的一个连 少的甚至只有一只作战班族 这种灵性的力量 在人小宿面前根本就不够看 宗成看了一眼 四周的方位 立刻在通讯频道里面指挥道 我现在带着目标 正在往紫金路去 紫金路附近所有士兵 立刻截阵阻击 把重机枪都给我架上 务必把我后面的那个蒸汽列车给拦下来 这才是最有效的方式 宗成很清楚 他不能再盲目地逃窜了 而是要带着人小宿 去宗室士兵最多的地方 以意待劳 今晚对于146壁垒来说 注定是个不眠夜 夜晚的警报声 还有那随之而来的轰炸声 与枪炮声 都让壁垒里任何一个居民 都难以入眠 有人在街道旁的居民楼里 默默地看着 大家忽然有种怪异的感觉 白天的时候 还是宗室在追捕那个少年 可到了晚上 忽然就变成了 那个少年 在开着一架蒸汽列车 追着所有宗室士士兵炮 怎么就忽然颠倒过来了 只见那蒸汽列车行驶中 发出的金铁交鸣之声 清脆悦耳 壁垒内的居民 还是头一次 看到如此直观的超凡能力 有小孩子趴在窗户旁边 对父母喊道 爸爸 小火车 146壁垒 与145壁垒之间 有铁轨与火车 还有不少居民曾经坐过呢 只是近些年 宗室内部紧张备战 火车已经成了 军用专属的交通工具了 成年人们听着孩童的言语 而他爸爸 则面色复杂地说道 孩子 这是大火车 就在这壁垒中的某处 庆室间谍郑远东 站在窗户旁边 他刚才亲眼看到 一辆宗室越野车夺路而逃 而那越野车后面 则是一辆火车在追 郑远东以前也听说过 飞车追逐之类的事情 但他还是 头一次亲眼见到 而且 其中一个还是火车 此时此刻 郑远东大概是 最了解内情的人之一了 任小素是他亲自带路送进去的 而这蒸汽列车 又是从宗室驻地里冲出来的 就算是用脚趾头猜 他也能猜到怎么回事 只是他想不明白 那少年怎么能这么凶悍呢 当时郑远东把人小素给送进去后 回来就给罗兰汇报说 这小子可能没了 毕竟一个人闯进防守 那么严密的军营里 肯定没了呀 当时 罗兰还沉默半声 才说知道了 那是他的选择 傻子都能听出 罗兰语气中的沉痛啊 可现在自己 该怎么跟罗老板说 就说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不是那少年没了 而是宗室没了 郑远东悄悄地翻上了楼顶 只见他在楼顶穿梭自如 一步竟然能跨越五六米的两栋楼房 那两栋楼房之间的间隙宛如鸿沟 他不是超凡者 却是庆史秘密档案中最强悍的间谍之一 郑远东追逐着列车一路前行 他亲眼看到那蒸汽列车撞碎了一切阻碍 那车里的少年面色平静地顶着前方的越野车 时不时还扔出几颗手雷来 任小素已经退去了外服式装甲 放在体内再次积蓄能量 以备之后的大战 他转头看见郑远东在房顶跳跃穿梭的身影 于是对郑远东笑着白白手 示意郑远东离得远一些 不要误伤了他 郑远东慢慢停住脚步 这得是什么心理素质 才能在这十面埋伏的壁垒里 还能笑出来 今天的事情 他要一五一十地告诉罗兰 以便庆史能够重新以客观的角度 来审视这个少年的能力 这个时候 任小素已经追着宗成 快要来到紫禁路前了 那巨大的十字路口 还亮着红绿灯 周围建筑的霓虹都还没来得及熄灭 宗室数百名士兵携带着大量的军械武器 守在这十字路口 等待着那辆诡异的蒸汽列车进入射程 就连宗成看到这阵势 也不由踩了刹车 他想看看 这样的阵势够不够拦住人小素 可蒸汽列车还没到 忽然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通过暗影之门落在了宗室阵地里 有士兵一眼看去 赫然发现是地上放着四张扑克牌 只见那黑桃 红桃 梅花 方块 显得格外鲜艳 正是四张六 一开始还有士兵没反应过来 以为是战友不小心弄掉的 他们心里 还在想谁 竟然把扑克带到这里来了 若是被长官发现这事 怕是要挨重罚 结果还没等他们想明白呢 却见那四张六的扑克越来越亮 只听轰然一声 那爆裂扑克 竟是一瞬间将近百人 都先上了天空 本章完 不复杀扑克 的设计 Head 我叫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